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仗着他那几条田稿 三天两头带人来找茶揍我 上次要不是因为有事 我才会想活活打死 突然又遇到了 我终于可以不让再忍了 小子 没听到林语师姐在问你话吗 你难道也想败入七长老门下 没错 我就是来参加七长老弟子选拔的 你们想怎样 激怒这群家伙 让他们打我一千拳 我的全龙体质就可以击活了 小子 实话告诉你 这次七长老选途 我们林语师姐势在必得 没错 放眼外门 也只有林语师姐要容貌又容貌 要身材又身材 最适合做七长老的徒弟 不想挨揍就赶紧混 不要在这里挨我们林语师姐的眼 笑话 七长老选途选的是天赋 又不是选美 身材好有个屁用 只要凭身材来选的话 我看 去山下那家玉上楼随便选 大爷 你这个混蛋竟然敢对林语师姐不敬 不肯饶手 那是什么 那些林语师姐 这小子在侮辱你 玉山楼师 是青楼 什么 江湖女儿 你竟然敢拿我和那种女人比 你已经成功了 你 他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 你 你千万别过来 否则 我就要 否则你就要怎么样啊 否则我就要 住宅 都说了不要过来 这小子疯了 竟然跟他打凌鱼世界 哥几个 别愣着了 是小线的时候到了 小子 看来几天不打你 你皮子又紧了 竟然将我们的女神打成凤姐 饶不了你 为了爱情 成何我义 去死吧 一群没见识的垃圾 等我全能停止爆发出来 所有人都得抢着受我为徒 那还能得到你们 继续继续 还差五百全了 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那个被打的人 是谁 七长老 那人是外门杂姨弟子江羽二 在外面是出了名的废物 废物吗 三百年了 我的天才徒弟们一个一个陨落 至此 我便收一个废物 帝国 为了不再有无辜的死伤 七长老 七长老已经三十年没有收徒了 这次被逼收徒 也不止是福是祸呀 打死这个废物啊 为你与世界报仇 这种垃圾 居然也有脸来参加选拔 多住手吧 收徒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还没见到七长老呢 收徒结果怎可能出来啊 你这小女娃 不要乱说话 女娃子 你长得好可爱啊 叔叔请你吃棒棒糖好不好 小子 你被选中了 我 被选中了 马萨卡 开什么玩笑 七长老名阵胜誉战场 以她的身份和地位 怎么可能会选择 江鱼儿这种废物当徒弟 这女娃子哪里来的 怎么活眼乱语 女娃子 你才这样胡说 叔叔可就不躺你了 女娃子 你是诚心来恶心我们的吧 七长老就算是个傻子 也不会说江鱼儿为徒 你再在这里胡言乱语 别怪我不 滚 叽叽歪歪的反思 你 你这臭丫头 剑 剑 神敢打我 都给我听好了 谁先把这个女娃子的腿打断 今晚我就和谁约会 约会 约会 等了这么久 机会终于来了 我倒不是对林语师姐有什么非分之假 主要是熊孩子这种东西越早教越好 这都是你自找的 小罗烈可别怪叔叔们下手狠啊 等等 想动他 先过我这一关 喂 小子 我说过需要你保护了吗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因为帮我才陷入如此境地的 更何况 我批后 不怕打 你快走 只要再被打一顿 我的乾隆体质就绝醒了 我才能碰过这大好机会 小鱼儿 你很英雄是吧 既然你想要英雄救美 那我们就称劝你 来吧 请放肆吧 欧把我办 这小子虽然是个废产 但心眼倒是不会 对我会疼 兄弟们上 怎么这么强 我的图啊 也是你们能碰的 什么 这小丫头是谁 竟然一招 竟然所有人都大飞了 怎么还没揍我 怎么回事 他们全被打倒了 难道 难道 是他 这女娃姐太暴力了 何人在此闹事 是寻防未对的人 太好了 这些人来得正是时候 寻防大人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就是那个小丫头 在这里闹事 这小丫头 不仅假传七长老之令 而且还不问青红皂白 对我们动手 是他 小丫头 你今天就在猪完蛋了 非知参见七长老 什么 那你 他就是七长老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跪下 参见七长老 弟子见过七长老 弟子永远不是泰山 请七长老责罚 这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就是一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会是七长老 放肆 区区外门弟子竟敢侮辱七长老 我看你是找死 不要 我 我错了 求七长老输罪 我是外门弟子你 行了 我对你的名字没有兴趣 什么 七长老 只能连我的名字都赖得知道 江鱼儿 弟子在 难道 是要因为刚刚的事情责罚我吗 曾经以后 你就是我的徒儿呢 什么 随我走吧 七长老 虽然有只罗莉 不是 师父 保护我 挺好 但对我来说 好像没什么必要 罗莉虽好 但不能贪杯 我已经有系统了 只要挨打就能变强 根本不需要师父啊 既然如此 那就随你 谢谢七长老 也好 免得又让一个无故之人牵手接触 走好不送 这小子居然拒绝了七长老 这江鱼儿难道不仅仅是废物啊 脑子也嗅逗了 听说七长老打人出了名的狠啊 这小子知道自己是废物 还被打废 不敢败 大人出了名的狠 以七长老的实力 打我一拳 可以足足顶普通人一百拳啊 若是成为他的弟子 每天没事给他招点麻烦 挨上几巴掌了 且不是 师父 等等我 师父先别走 管收毒这个事 我觉得可以再商量一下 你不是不同意吗 刚刚你也听见了 我对徒弟要求很严格 打人可是非常狠 哎呀 这不是巧了吗 我想要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 我们师徒二人 简直是天作之和天生绝配绝 带双胶 巨石无双 哎呀 师父您对我这些恩重如山 你一定浮入东海里 你对我不离不尽 我一定会人家老奥 好严重啊 好像挺有意思的 既然如此 跟我走吧 啊 难道 我姐在 这 这也太扯了 江鱼儿就这么简单的 搬入七长老门下了 江鱼儿真是走了什么狗吃鱼 他这种垃圾废物 怎么会被七长老看着 无论是天花还是长相 都要比江鱼儿强一万倍啊 七长老怎么会看上他呀 江鱼儿 今天的耻辱 我一定会连本带利地收回来的 你 给我等着 性格 智 近日 都符合要求 选他 小姑娘 你想不想进入内门吗 你 你是谁 我是能将你送入内门的人 而且 还可以助你杀掉江鱼儿 为你报仇 你 为什么要帮我 自然 是在跟你做交易 什么 你要我杀七 很快 内门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切记我们的约定 不要和任何人收起 否则 会死吧 我灵雨 可不是真理荣医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 圣主 七长老三十年不收徒 这次被您强令收徒 却故意收了一个废物 这分明是在与您打擂台 知道了 传圣主令 剥夺许悦三个月用药权献 奴婢领命 妹妹 不要怪姐姐狠心 毕竟 只有你这徒弟 才能打开那处秘境啊 我们到了 哎呀 内宗长老猪的地方果然奢华呀 比我再砸一处猪的茅草 我可讲太多了 哎妈呀 大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这是江鱼啊 他以后就是博山秘定的公子 你和他讲讲规矩 哈喽啊 哎呀 小姐 先别管他了 此后圣主那个官养云来了 说是 要给你传达什么圣主令 七长老 圣主有令 取消你三个月的用药权 知道了 看来 你们终于受够了 也好 因为 火已受够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许月听到断药的消息 不应该很激动愤怒吗 小丫头 你给我整事呢是吧 安门大小姐可是因为宗门受的伤 这三十年造了多大的罪啊 你们现在还要把药停了 原来七长老身受重伤了呀 难怪外面床 他三十年不收徒 断药之事也怨不得圣主 药怪 只能怪七长老 收了一个废物徒弟 那你 是因为我 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 果然是个废物 这家伙是来挑衅的呀 他让他打我几下 我的乾隆体质 应该就可以觉醒了吧 你给我站住 你既然觉得我是废物 那你敢和我打一场吗 你这个废物竟然还敢挑战我 你莫不是以为成了七长老的徒弟 就无人敢惹了 这小子 他竟然想要为我出头 老子 面前这娘们是圣主的侍女 地位飞捧一般 你招惹了他 七长老也帮不了你呀 你不用阻拦我 这家伙侮辱我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侮辱师尊 绝不能忍 俗话说 一日师尊 不对 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我身为弟子 必须捍卫师尊的尊严 哪怕是死 这小子真的挺好的 这一波不但能激活前往品质 还能让七长老欠我个人情 这买买我可不亏 你一个废物 还想给别人捍卫尊严 你配吗 我配不配你试试就知道了 来来来 别说我欺负女人 我让你先出招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玩犊子呀 小姐 这 无妨 月儿实力一般 嘴上又不饶人 吃点亏对她没坏处 练弃医子的修为 配挑战我 看在七长老的面子上 今天留你一命 再有下次 怪我 这次还没完呢 怎么就说到下次了 天龙体质已激活 你刚才爽了一下 接下来 该我爽了吧 小鱼儿 怎么感觉有点 不一样了 居然还能站起来 继续躺着 该躺下的是你 什么 被我一个炼弃一层的废物打败 爽吗 我 我已经是 天气颠缝 你 怎么 可能 没想到刚拜师 会变弃活了 乾隆体质 这师父 拜的可太值了 赶紧看看我目前的实力水平 能力 练起近无敌 乾隆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一 这乾隆体质也太厉害了 竟然能让我再练起起无敌 听说宗门最优秀的弟子穆成钢 也不过才练起巅峰 那岂不是说 在整个元出圣地的弟子中 我已经无敌了 我太难了 挨了那么多打 总算得到回报了 我好强 我太棒了 我太难了 我好惨哪 这小子是犯病了吗 怎么一会儿想一会儿哭呢 香雨儿 师父 你看我一招就把官养 气氛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香雨儿 你竟然隐藏了实力 这个师父 你听我解释 我其实 我其实是刚刚突破的 还敢骗我 江龙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三十八 这个地图 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何要收你 就因为你是一个废物啊 江龙体质熟练度 你想到你竟然不是废物 我反而是个天才 大是亲马是爱 公子 你可别怪小姐 二个家小姐是怕你死才这么激动的 师父 你差不多结实了吧 你的输出太狂暴了 我身体 我的耳顶不住了 能不能让我缓缓 再继续 我最狠便骗我呢 你竟然不是废物 我竟然把你变成废物 江龙儿 最狠 你来真的呀 就好过你去送死 天龙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九十九 天龙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一百 怎么回事 江鱼儿身上冒出的这股能量 小姐 我 竟然恢复了 小姐 你 你竟然恢复真身啊 这咋回事啊 康康是江鱼儿周身的能量 引动了我体内一股目鸣的能量 难道我恢复真身 是因为江鱼儿 哇 师父 长大了 而且 还是白色的 什么白 你去死了 说 你看到了什么 师父 我这 我这的什么 都没看到 让你也什么都没看到 这师父 绝对是个女魔头 这大王 他的命令 那帮人 还狠 老歪 把库存那些药材都拿给他用 我要他明天生龙虎虎的出现在我面前 什么 要度有库存药材 小姐 祖门已经对你断药了 若是把挺存的药给公子 您自己怎么办呢 这件事听我的 江鱼儿那股能量 可以让我恢复真身 如果我能搞清楚原因 说不定 以后我就再也不需要药药了 师父 我收下的药都给我用 他果然 还是爱我的 我也爱本宿 不是 我也爱师父 什么 圣主剥夺七长老三个月的用药权限 而且七长老还把圣主的侍女官养云打伤了 是的 三十年来 七妹的伤势就靠宗门的仙药调着 若是停用三个月 七妹恐怕 静云 快随我前往博山秘境 我要去见七妹 是 有意思 三十年了 许悦 你仗着为宗门立下的功劳 做事肆无忌惮 竟然连圣主的侍女都敢打 我倒是很想去看看 许悦三十年前受伤 功力大减 身形更是变成了小孩的模样 我还真想看看 一旦没有宗门提供的仙药 它会不会变成婴儿呢 刚儿 帮为师穿鞋 我要去博山秘境看看 遵命 你个大早 困呐 这乾隆体质就是好啊 昨日将师傅给的仙药都吸收后 我的伤势竟然全都恢复了 不过 话说我的乾隆体质熟练度 已经到了百分之一百 接下来该怎么突破呢 难道 还是要继续挨打吗 又来一位仙女姐姐 这原初圣地的美女 还真多呀 二姐 你怎么来了 妻妹 你 你恢复了 只是暂时的 原来 只是暂时的 那你赶紧把这些丹药吃了吧 我听说慎主给你断药了 紧急给你准备了一些丹药 这是 师姐你紧急炼制的丹药 对啊 生怕耽误了你的伤势 那个 我看就不用了吧 二姑娘出了名的骂大哈 虽然练丹厉害 但不是出错 上次我吃了一枚助颜丹 差点直接把我送走 想当年 我也是风花正宝的角色 为难此一枚啊 妻妹 你是嫌弃二姐的丹药吗 这可是二姐很用心炼制的 二姐 你想多了 我不是嫌弃你的丹药 只是 只是 两位都是极品啊 各有千秋啊 有了 江鱼儿 你过来 来嘞师父 是班上还是月灵 尽管说 托尔义不容此 昨天为师对你出手有些重 让你受了伤 你把这些丹药吃了 哇 师父对徒儿太好了 师父 我爱你一生一世 七妹 这是为你准备的 既然我又收了徒 有什么好东西 自然是先给徒弟用 还不快点吃 你喝都不许剩 师父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公子 公子 你怎么吃怕是要凉啊 我认识的哪是丹药 特别是师尊 天我的爱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练制的丹药好吃吧 这丹药 系统警告 不对劲 不对劲 你 你真要 好想 好想有 有 有 有毒 不可能啊 我练的药在整个圣地都有口皆碑 怎么可能会有毒 喂 你们都不用过我的丹药 你们说说 我练制的丹药有毒吗 没有 没有 看到没 大家都说没毒 你小子怎能凭空我清白 我 我在哪里凭空 你 没看到我 都要中毒死了吗 这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哦 可是我的丹药是不可能会出问题的呀 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呢 难道是你修为太低 药吃多了 导致没办法充分消化药效 喂 你是不是先研究了 先救我呀 哇 是不是白色 二长老是绿色的 可惜 漏得太少了 太少 对对对 我知道了 不是吃的太多 而是吃的太少了 七妹说你昨天受了重伤 重症就要下猛药 所以 你只要再吃一些我的药就好了 什么 还要吃 没错 没错 一定是吃少了 要多吃一些 来来来 你这条小鱼真是走了大运了 寻常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能吃我这么多宝贵的丹药 我 不要 我要 我 受不住 我呀 十 寸 救 救 我呀 你再不出手 就要 失去你的宝贝土儿了 小姐 不救下公子吗 二姑娘这么给公子吃丹药 公子会出事的吗 自从经历了当年的事之后 二姐做士兵一直都是马达哈 但她心中其实一直守着底线 那些丹药虽然副作用很大 但却没有生命危险 唉 小姐和二姑娘 都是苦命人哪 士典 我也就这样修饰了吗 没想到 我叫鱼儿在一届赤杀三年 没有被人打死 却又被人打死了 乾隆体质熟练度达到百分之一百 开始激活乾隆能量 因服用不合格丹药 获得三十八点乾隆能量 当前乾隆能量为三十八点 哦 系统竟然开启了新功能 刚刚丹药代表身体的痛快消失了 为什么二层网这丹药 竟然能让系统突破 又拿什么毒药 那明明是仙药啊 快张大嘴 让我塞进去 塞进去你就感觉好了 二长老 等等 嘘 怎么 你就这么嫌弃我的丹药 没错 我确实嫌弃 但我嫌弃的是 丹药太少了 二长老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丹药 你一定要再给我一点 什么情况 公子竟然主动找二长老要丹药吃 他该不会吃药吃啥了吧 我这鸟儿的形式风格 很大的 你可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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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又来一个美女啊 圣主 原来她就是圣主啊 圣主来做什么 难道是得知我是个天残 来抢我的吗 许悦 给本宫跪下 你不仅为你本宫的意义 竟然还将本宫的侍女打伤 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哇 居然直接动手了 这是来惊识问罪的呀 圣主 那命迹已经吞噬了我无数徒儿戏 我不想再有无辜之人牵扯其中 你又为何非要执迷于此呢 我还敢闭嘴 啊 啊 郁姐师父竟然变 变回罗里师父了 圣主 老七才恢复本身 才往手下留情啊 圣主 还望你念在同门之义的范上 饶过小姐吧 喂 我说这位大姐 你怎么问都不问上来就动手 明明是你那个侍女先出言不逊 才被我打伤的 就算要动手 大不了你冲着我来嘛 干嘛为难我师父 哎 哎 哎 少爷好勇啊 天敢这么跟圣主说话 而且还喊圣主大姐 这不是找死吗 我 本宫的侍女 岂是你一个练弃衣宠的废物能打伤的 谁让敢喊我大姐 走 许悦 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 立刻从新进的外门递死中 则亦天才 信心教导阵法 不 可能 圣主 我一意决 即便生死 我也决不会再让任何无辜之人牵涉其中 你以为你这样固执 就不会有无辜之人惨死了吗 他就是你受的废物徒弟吧 莫大 高兽 金丹静 强者暴击 乾隆能量增加一百点 圣主 你要做什么 你不想让无辜之人惨死 那我 偏偏要将这无辜之人牵扯进来 系统提示 危险 危险 次次攻击威力 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啥玩意儿 换毒子来 要凉啊 住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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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样了 江源 走 好好活着 什么 来到已经三个年 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死果 虽然我知道 师父说我为徒也有他的目的 但刚刚 我的确真切感受到了 在乎我的生死 他是唯一一个在乎我生死的人 有这样的人在 你怎么舍得走呢 我不但不走 我还好 让他知道我值得他的在乎 圣主大人 我刚刚并没有说大话 关养您 的确是我打败的 恐怕 他觉得败在一个 炼气衣虫的废物手里没面子 所以才没和你说实话 让你误以为 是我师父出手的吧 一个炼气衣虫的废物 怎么可能 虽然我不在意别人喊我废物 但我在意我师父 我不想别人因为我 而误会我师父 所以 摊牌了 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 我不是废物 我师父 收了一个天才徒弟 江鱼二 不许说 师父 你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事 小姐 交给我吧 圣主大人 博山秘境弟子江鱼二 自认天赋还可以 甘愿接受任何测试 看这小家伙的气度 的确不像废物 难道我真的误会七妹了 那就让我来亲手试一试 圣主 圣主请慢 四妹 你这是 圣主 只是誓言这小子天赋而已 何必劳烦圣主亲自出手 不如让我徒儿进秋水去试试他的身前 秋水也是练习经 同背切磋 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吗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那便让你的徒儿去吧 秋水 你去指点指点你的师弟 记住 出手 要小心哦 弟子明白 师父放心吧 管你是不是天才 只要我只雪月的土地 我便绝不会让你活下去 不 不好 凡子一直对我不怀好意 让自己的徒儿出手 江鱼儿恐怕有性命之威 小姐 你的伤势 妹妹不用担心 这江鱼儿挺有意思 我不会让她有事的 我的好师弟 别说姐姐不照顾你 想要比是什么 你来选吧 那感情好啊 那我们就随便打几下吧 这远出圣地的美女还真不少 又漂亮又友善 我有机会 一定要多出去走走 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 竟然竟然竟然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去你搞偷袭 不好 这是净秋水的惊雷飘 一出手就是杀招 还搞偷袭 果然没安好心 不行 我要去救她 妹妹别急 江鱼儿好像还有余力 切磋而已 师姐居然想要废我丹田 刀剑无眼呢 师弟 既然接受了挑战 那就要做好受伤 甚至是死的准备 只要能够我的金鱼彪 这小子 倒是有几个势力 这样啊 既然如此 那么 师姐若是被我一不小心打死了 应该也不会有人怪我吧 打死我 我的好师弟 你当着圣主和诸位长老的面 说这么大的笑话 真的好吗 是不是笑话 你马上就知道了 不必死活 就成掉 不好 那是班族的成名绝招 小鱼 快躲开 我得去救江鱼儿 二斤 我徒弟奉圣主令 和江鱼儿切磋 你插手 不太好了 该死 你 下 小鱼 琪妹 反正你的徒儿 总归是要去送死 早点死 还能免去你培育他的新劳 这可是好事 你又何必这么悲伤呢 不好意思 琪师叔 我刚刚心急没受住力 您这心疏的徒弟 怕是要死 你个大头鬼 你没事 这 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去死吧 这 怎么可能 琪秋水竟然输给了这个分物 这江鱼儿明明只有练剧衣处的修为 方才却发挥出了堪比练剧巅峰的实力 难道我这次看走眼了 他真的是个贴才 小姐 公子赢了 他是为我赢的 但也因此 他又被我亲自的那些失重了 我 公子怎么一直不动 难道刚刚那一剂 打他好干吗 嘿嘿嘿 我要给我保持一会儿 将我这帅气的胸肩永远定格在他们心中 哎 差不多了 没想到耍裤也挺累啊 吹动了 原来他没事 你 竟然能够将我打伤 师姐先别这么快下结论 光打伤你可不够 什么 你 你难道还想杀了我不成 师姐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怎么可能做出残杀同门这么不要脸的事 我江鱼儿做人做事 向来恩怨分明 你刚刚既然想废我丹田 那我便以牙还牙好了 什么 你要废了我 你敢 我可是 我血实敢 师父就 够了 师父 你这小畜生 求是好心指点你 你竟敢敢吓死动手 我真的有些好奇 你的脸皮是怎么长的 竟然能面不改色地将废我修为 说成好心指点 圣主大人 你不管管吗 说实话 弟子很为宗门的未来担忧啊 有这种人在 早晚会将我们宗门的脸都丢光的 大胆 请敢以下犯上对本长老不敬 今天我便带你师父教训教训你 我全身准备开口 先杀掉 住手 小月儿快躲开 危险 危险 此次龙击威脸 小畜生体承受极限 耗费十点 乾隆能量 可躲过这一招 是否启用 原来 乾隆能量是这么用吗 给我启用 这小畜生竟然能躲过我的子圣 可惜了 神回长老 此刻不好再出手了 你们不愧是师徒啊 出手就要我的命 真当我相遇而没脾气吗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 净秋水的丹田 我费定了 谁都保不住 还敢放手 是畜生 没什么你有主动给我出手的机会 那就死吧 剩余的乾隆能量 全不用了 能量剩余 128点 能量剩余 99点 能量剩余 66点 能量剩余 38点 能量剩余 0点 什么 我说过 净秋水的丹田我费定了 谁都保不住 刘平 你打 你 干嘛 舒服了 这乾隆能量了不得 连长老这个级别高手的攻击 都能让我清闲躲过去 简直太霸道了 我女儿 你竟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 疼害同门 危险 危险 次次攻击威力 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我女儿竟然要把我攻击的实力 只能让她活下去 我这才一定会成为我的半角石 我去 我这个女人呢 我现在没有精神能量可以用了 送我们过去了 这下玩大了 要玩了呀 分子 你给我住手 不要去 她死不了 怎么会死不了 分子动了杀招啊 因为 她已经证明了她的实力 会有理解的 我 到此为止吧 圣主还是出手了 圣主 是我 传我圣主令 封将于二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享受二阶弟子拜语 有资格进入容颜秘境 从今日起 恢复对许悦的药材供应 什么 圣主 这将于二残害同门 你非但不惩复 竟然还 老四 我 你真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我 跟圣主另行事吧 可我 今天还是让将于二完完好无损地活上来的 有不了几天的 跟上 这四长老脸色怎么这么差 难道被圣主打成内伤了吗 初阶弟子大师兄 想二阶弟子待语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爬楼梯一猛 还一阶一阶的 小鱼儿 这你就不懂了吧 初阶弟子指的是刚入门不久的弟子 二阶弟子是上过圣域战场的弟子 他们都突破了练气期 已经开始助击了 二阶弟子每个月都可以领取助击单 享受到的修炼资源 是初阶弟子的数倍 原来是这样啊 你能够在练气期 就得到二阶弟子资源 是减到大便宜了 恭喜你小子 二阶弟子的资源都这么丰富了 那三阶弟子还了得 我要当三阶弟子 你还想当三阶弟子 啊 师父 没错 突然要当上三阶弟子 为师父争光 师父也不用太过表扬弟子 毕竟 这是弟子 不灭之师 师父 你怎么又是这副表情 弟子有些怕 天龙很亮 压实 天龙很亮 所有的三阶弟子都已经 没让弟子走 你为什么不走 还要显示自己的失恋 我的脸 你是不知道 小姐之前收的徒弟 都是因为成为了三阶弟子 才死的 师父 你刚受伤了 剧烈运动对身体不好 别打了 行吗 师父 您的水晶鞋 我 挺身 我为什么要拿他出气呢 他明明是为我猜出头的 哎呦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呢 新妹这是拿自己的徒弟撒气吗 六长老 他怎么来了 又来一个美女 这远出身地真是人间天堂啊 周亚 我的好奇妹 你怎么越来越没礼貌呢 见到我 竟然连一声六姐都不叫了 怎么 难道是因为被圣主断了药 心情不好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我哪里敢看七妹你的笑话 毕竟 七妹每次陷入绝境 都能够逆风翻盘 我这次来是好奇 七妹这回 还能不能翻身 哎 又是一个来找事的 我这师父 人缘这么差吗 我能不能翻身跟你没关系 就不劳你费心了 小奇妹你说的 我怎么能不费心 你的情况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三天没有药 你恐怕就会死无纵身之地了吧 六姐 可是很心疼你的了 这位六长老 不知道刚才的圣主力 可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周亚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 等等 师父 你伤还没好 要少说话 我来帮你招待六长老 将一样见过六长老 这小子又要干什么 你就是许悦刚收的废物徒弟 招待我就免了 我看你还是好好想想 等你师父三天后死了 谁来保你的小命吧 六长老 你好像认为我师父死定了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打赌 就赌圣主会马上恢复我师父的用药权 并且将我身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享受二阶弟子待遇 如何 小鱼儿原来打的是这个东西啊 这条小鱼儿还真是个机灵鬼 你这小废物 有点意思啊 不仅忘想让圣主恢复你师父的用药权 竟然还想要当初阶弟子大师兄 你还真是天真的有些可爱呢 做人没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不知你敢不敢和我打这个赌呢 好啊 赌什么呢 我都听你的 赌女人 不简单啊 我都想把我的意大利炮拉过来了 开炮 我若是赢了 你要发出天道誓言帮我办一件事 这就受不了了 看来还是个小雏牛 我若输了 这博山秘境就送给你了 这小子竟然敢用博山秘境更莫毒 难不成它真有什么把握 小可爱 这博山秘境的归属 是你一个小小弟子 能做得了主的 师父 能不能让我用这博山秘境赌着娃娃 拖一拖单车变魔陀啊 你懂的师父 能不能把你的表情收拎一天 我可以拿博山秘境让你去赌 但如果你赌输了 莫非扒了你一层皮不可 啊 师父 你不是知道这是稳赢的局吗 扒层皮太残忍了吧 哼 虽然师父又变成了奴隶 但手起起来还是好可怕呀 翻腿就是嫉妒我 这周雅三番两次对我下死手 既然将鱼儿想哼他 那我也乐尽其成 给他点教训 哼 看许悦的表情 他也没有把握 既然如此 好 这赌注我接了 我周雅最先发誓 若是我输了 便答应为江鱼儿办一件事 如果我输了 将这博山秘境送给周雅长老 天道誓言 已经发完 告诉我 圣主什么时候会恢复许悦的用药权 又何时会将你身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那当然就是 现在啦 圣主令在此 如假包换假一赔石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真的拿到了圣主令 记住了 你要为我办一件事 原来你早就拿到了圣主令 你骗我和你打赌 你这个混蛋 这也冤不得我 谁让你脑子都长到胸上去了 我师父敢拿博山秘境做赌注 那肯定是有必胜的把握啊 你 师父稍安 啊 这江鱼儿有嘴滑舌 说不定用了什么手段诃骗圣主 只要我出手将其废掉 事情便有转机 嗯 幸好刚那儿你在 不然 为师都要被气坏身子了 喂 说什么调调话呢 该不会是想着怎么赖账吧 师弟 既然你听到了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 我牧尘刚身为出阶弟子最强者 很怀疑你有没有资格成为大师兄 所以 我要代表所有出阶弟子 考验一下师弟你的能力 废话太多了 啊 什么 刚刚我说修指后 实力脱飞冷静 已经半只脚 迈入入境境了 实力绝对是练习七五顶 怎么可能会 会被这个传闻中的废物弟子 一拳击败 没看到圣主令 已经封我为出阶弟子大师兄了吗 还一直失地失地的叫个没完 哎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太没礼貌了 怎么可能 你 你自然一拳就能把我打成重伤 你 扑布布你误会了 我其实 可以一拳就把你打死他 什么 但谁让我是大师兄呢 不能对师弟太残忍 这次只是对你稍加惩戒 让你明白目无尊长的后果 再有下次 够了 我的弟子 不需要你教训 陈刚 我们走 这次是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许越兽的弟子 竟然不是废物 这就走了 事情好像没完呢吧 陈刚已经被你打伤了 你还想怎么样 瞧六长老这话说的 好像我咄咄逼人一样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六长老 我们是有赌约的 你输了 要为我做件事 江鱼儿 我劝你最好忘了赌约的事 有些后果 你可承受不起 我能不能承受得起 是我自己的事 不过你发过了天道誓言 如果你敢违背 恐怕最先承受不起的 是你自己的 你 我一旦违背天道誓言 并会遭到天道反噬 得不成事 看来 这一则 梦亏只能吃下去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建议你不要狮子大开口 我只不过是要你 我要你现在跪下 给我师父道歉 什么 跪下 江鱼儿 我不需要这些 周雅虽然为人不怎么样 但毕竟是长老 修炼资源还是有的 你要为自己争取好处 师父 对我来说 我的师父不受委屈 就是最大的好处呀 什么 他 他今天仅仅为了帮我出气 就放弃了人人可求的机会 江鱼儿 你 师父 你叫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道歉吗 咱们宗门某些人 看到师尊您受罚 就幸灾乐祸地过来想看你笑话 不跟某些人一点教训 他们是不会长气心的 痛快 真是太痛快了 自祖小姐受伤之后 我们这博山秘境遭了多少人白眼 受了多少人欺负啊 今天公司总算给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啊 没错 看来家里还稍有个男人 才能不被人欺负啊 二姑娘说的对 家里必须有个男 二姑娘 你 你这话有点不对啊 我也是男人呢 老男人 也算男人吗 我老外虽然年龄大了些 但也是宝刀未老 天天一日生起 少瞧不起人 年龄大了还那样 反而有些恶心 江鱼儿 俗话说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我劝你再斟酌一下自己的要求 否则 抱歉 我并不打算是你 不是 那个 我并不打算和你日后相见 所以 没必要给你留一件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 你是贵 还是不贵 不要太过分了 师父 想动手 那你试试 看是你的手快 还是天道凡事快 不行 我一旦遭到天道凡事 大师兄的大击 就没有办法继续推行吧 江鱼儿 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 记住了 我们 来日方长 喜悦 今天是我不对 叫你磕头道歉 我们走 一气呵成的贵姿 六长老绝对很擅长下跪这个姿势 我的眼就是尘 江鱼儿 你这是彻底把中亚得罪了呀 得罪他们怕什么 圣主已经恢复了师父您的用药权 等师父好起来 对付什么四长老六长老 都不在话下吧 若是我能恢复实力 对付他们自然不在话下 只是 放心师父 虽然你现在又恢复了小孩子模样 但我只要再往你体内注入灵力 把你变大不就好了吗 什么注入变大 你 你胡乱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师父用不用我帮你 从女孩变成女人 该 台日吧 不说我了 既然你已经在圣主面前抱悟了实力 那有些事情 我要和你说清楚 啊 什么事 其实 圣主之所以不断强迫我收弟子 是因为我们在圣域战场中 发现了一处秘境 那处秘境 死无事 一座时空通道大阵 可以穿梭界域 但那处秘境 却只有住基金 及以下的人能够进入 而整个远处圣地 只有我等阵法 所以圣地 一直希望我培养弟子 妄图控制那处秘境 这不是好事吗 师父为何不愿做 如果我们掌控了时空通道 岂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射身可以通过时空通道 传出回地球 大侯 神仙 用了时空的体质 岂不是可以直接秒杀 至尊狂哨之类的臭鱼乱虾 到时候 也能跟歪嘴战神神的玩玩 可不爽灾 没那么简单 在你之前 我一共收了三十七名弟子 个个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结果 他们全部与命在那秘境之中 什么 都 都死了 我不想再有无辜之人惨死 所以 这次我为了应付圣主之命 故意收了你这个敌人眼中的废物 奇料 到头来 你竟也是一个天才 难道 这都是天意吗 难怪我之前一报复出实力 师父就揍我 原来他是为了 避免我去生死啊 过去 被这次装大了 这个怎么办 我才刚和师父培养起感情 正有日久天长呢 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呀 七妹 我已成正 既然小鱼儿的实力已经被圣主发现 进入圣域战场是不可避免了 我们还是想办法让小鱼儿尽快提升实力吧 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对对对 我不想死 我要提升实力 二师叔 你快带我去你的炼丹房吧 我对你如鸡色 对你的丹药如鸡色可 哎呀二师叔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还是快走吧 好好好 不得不说 你这条小鱼实在太有眼光了 全周门也就只有你能看出我练的丹药好 要如其人 我看到二师叔的第一眼 就知道二师叔的丹药又大又圆又好吃 小姐 你说公子会不会真能成功掌控的时空通道 怕这两天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奇迹了 说不定能将奇迹上瘾至最后 我不指望他能成功 我只希望他能活下来 师父 接下来我一定好好和你双胸 时早打败那个江鱼儿 仅仅靠我们两个双胸 对你的实力提升太有限了 我已经为你在外门找到了一尊顶炉 供你彩骨提升实力 顶炉 是谁 不用着急 等我把它带回来 你就知道了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师父 真是谢谢你啊 不过我最想要的顶炉不是别人 而是你啊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你吃的糟都不剩 小鱼儿快些进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让你感受我的宝贝了 二师叔怎么比我还起 我的天呐 竟然有这么多丹药 这些丹药最长的年份已经有上百年了 都是我舍不得给别人的 谢谢二师叔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丹药不错啊 看上去就好吃 太棒了 这个都臭了 肯定大补啊 多少年了 纵门的人都对我的丹药 避之不及 还是头一次 看到有人为我的丹药这么兴奋 都是我的了 小鱼儿看上去很能吃 这些丹药恐怕喂不饱它 我要赶紧再去练这一批出来 啊 爽 太爽了 啊 只有小孩才会敲食 我全都要 宿主遭受大量垃圾丹药暴击 以次性获得一千点乾隆能量 啊 你居然一次性给了我这么多能量 一百点能量就可以让我躲开长老级别的高手进攻 我若是一次性将一千点能量全部消耗掉 得强成什么样啊 恭喜宿主 首次拥有一千点乾隆能量 解锁新技能 复制 宿主可以消耗乾隆能量 复制任何想复制的东西 啊 居然解锁了一项技能 可以复制任何我想复制的东西 真的假的 尝试一下看看吧 给我复制这颗丹药 去 竟然真的成功了 宿主消耗 九十九点乾隆能量 成功复制垃圾丹药一枚 不过这也太贵了吧 复制这么一枚丹药就花了我九十九点乾隆能量 你说 等等 那如果我想再复制出一个师父 是不是得消耗上百万的千龙能量 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 不过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今天先把这里的丹药全部吃光 为复制出师父的伟大梦想而努力 冲啊 怎么还是不行 难道失去了本命灵活 我就真的再也练不出合适的丹药了吗 哼 我就不信了 继续练 我练制的废丹都能让小月那么喜欢 若是能练制出好的丹药 肯定会对他帮助更大的 师尊 番子四长老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要收回宗门的丹顶 什么 他 他要收回 他凭什么回收 凭什么 我自然是凭借慎主赐予我的权利 来回收丹顶了 分子 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老秦那里吃了亏 故意来我这里打击报复 我是打击报复又怎样 要怪 就只能怪你站在了许悦那边 许悦当年为了宗门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如今遭遇不公 你们这群人不帮忙就算了 反而还要落井下石 那都是他骄游自取 谁让他当初勾引大师兄 大师兄明明是喜欢我的 如果没有许悦 大师兄一定会选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大师兄瞎了一眼才会选你呢 我和大师兄的事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行了 我来不是跟你废话的 乖乖将丹顶交出来吧 丹顶是圣主给我用的 你没全力收回 谁说我没全力 圣主有令 从严密尽即将开启 我身为主管内务的展觅 需要带子丹顶 寻找炼丹师 给宗门弟子提前炼制凌元丹 我 我就是炼丹师 凌元丹我可以炼制 用不着你再找别的炼丹师 我天真的二师姐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自从当年那件事之后 你便永远丧失了炼丹的能力 圣主之所以同意 把丹顶借给你始作 不过是照顾你那脆弱的 自尊心而已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 炽炸圣女战场的炼丹宗师吗 我 还能炼丹 你是还能炼 看你炼出的都是废丹 且手见识吧 你睁开眼看看这四周 除了你这个废物徒弟 静云之外 还有谁会求你联丹 二师叔 江平二 他怎么在这儿 二师叔 你的丹药已经没了 能不能再帮我炼点 什么 江鱼儿竟然求联合炼丹 江鱼儿 你 你还想抽我的丹药 当然了 二师叔炼制的丹药 精妙绝伦 巧夺天空 让我销魂入骨 流连忘返呢 不知二师叔 能否再练之一些 帝子还嗷嗷待补呢 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你想吃 师叔一定会保你 你们两个 少在我面前演戏了 我 竟然还有个人 你 你来做什么 是因为我打伤了你父弟 要来报复我 我身为堂堂长老 可不屑于做报复之举 我今天是来报复联合 不对 我今天是奉上主令 收回你二师叔炼丹的丹顶的 要带走炼丹炉 没想到这小狗才炼在 要收拾它 以后有的是机会 今天先收拾联合 小月 对不起 我 可能没办法再给你炼丹了 竟然是真的 你凭什么收走丹顶 并不让二师叔炼丹 二师叔明明是专门最优秀的炼丹师 他炼的丹药那么好吃 小鱼儿 还跟我演戏呢 我看你是吃屎吃习惯了吧 整个人出生的地方 谁不知道他已经废了 炼出的所有丹药都是废丹 也就是你师父那个病秧子 才会昧着良心吼骗他 说他的丹药好吃 什么 难怪二师叔炼出的丹药 师父他们都不敢吃 难怪二师叔 听到我喜欢吃他的丹药那么开心 你运了二师叔 无法再炼制出喝个的丹药了呀 不 我还可以炼出好的丹药 我还可以的 只要给我时间 一定可以的 师父 二师叔不那么喜欢炼丹 上天竟然夺走了他的这份喜欢 光夺走了 还要派一些垃圾 来逼他去接自己的伤疤 我说二姐 不是宗门不给你时间 只是 已经给了你一百多年的时间了 你现在还是练不出来呀 人贵有自知之明 接受现实吧 你已经再也无法炼制出合格的丹药了 赶紧把丹顶让于有用之人吧 等等 谁说二师叔没办法再炼制合格丹药了 整个元初善定人尽皆知 却还用别的说吗 那不知 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什么赌 如果二师叔炼制出来了 你要答应为我做件事 如果二师叔炼不出 不单单顶给你 我还会代表我师父和二师叔 向你跪地道歉 你一个小小弟子跪地道歉 你觉得我不稀罕 你师父向我跪下还差不多 想让我下跪 可以呀 我也加入赌局便室 七妹 你怎么来了 师父 艾姐 我来看看我这猎徒 有没有在你这里捣乱 雪月怎么又来了 师父 您就这么相信徒儿啊 就不怕徒儿把您给输了吗 湘宇啊 你输了 我最多是下跪 但你会死得很惨 师父 我有几斤几两您还不知道吗 您放心 您的膝盖那么光滑白净 我可舍不得让他因为给别人下跪变脏 如果你的膝盖要受伤 那也只能是因为我 行了 别平嘴了 赶紧去赌吧 七妹 小鱼儿 不要读 凡子说得对 我 确实无法练 二师叔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自己 是最大的恩 最棒的 相信我 我有办法 小鱼儿 这 好吧 小鱼儿虽然说话口无浙兰 但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 这个繁子恐怕要和周雅一样 掉进小鱼儿的套里了 来吧 繁子长老 该你接招了 敢不敢赌 没想到你们师徒两上赶着要给我下跪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们所愿 赌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 但联合不能练担的事人尽皆知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输 我很欣赏繁子长老的自信 那就请发天道誓言吧 我身为堂堂四长老 你还怕我耍赖不成 不怕直白地告诉你 我就是怕你耍赖 怎么 不敢发天道誓言呢 不敢发我也能理解 因为我早就知道 有些人虽然贵为长老 但岂是胆小如鼠输不起 你说谁输不起 不就是天道誓言吗 我这就发给你看 我繁子对天发誓 若是输了 便答应江鱼儿一件事 有违此事 愿受天道反誓 哎呀呀 四长老果然是爽快之人啊 我一看你面相 就知道你心胸宽广 胸襟豁达 胸怀弱骨 胸有大志 心胸乃大 少废话 开始吧 我倒看看 整个元出圣地 人尽皆知的 废物炼丹师 怎么炼出何个不担要呢 四长老别着急 联合长老开炉炼丹 机会难得 我觉得可以请一些 弟子前来观摩 让他们领略一下 炼丹大师的风采 请弟子观摩 好啊 既然你想让联合在全宗门面前丢人 我求之不得 赶紧去叫人吧 什么 小月 二姐 不用担心 小月肯定有办法的 你忘了老六是怎么被小月坑的了吗 好 好吧 我听小月的安排 季云师兄 那就劳烦你帮忙去通知一下 就说二长老开炉炼丹 邀请大家观摩 最先到的一百人 赏零元丹一枚 谨遵大师兄弟 怎么回事 二长老不是没办法炼丹了吗 怎么会突然宣布当中炼丹 估计是被宗门逼迫的吧 前有宗门逼迫七长老收徒 现在宗门要逼迫二长老炼丹 二长老已经有上百年 没有炼制出合格的丹药了 宗门让他当众炼丹 看来是想让他当众出丑吧 江鱼儿 前来光摩的弟子组有上千人了 笔试应该可以开始了吧 人数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了 还请四长老出题 想要联合长老炼制何种丹药 我和联合怎么说也是同门师姐妹 我也不为了 就炼制一品原破丹吧 只要联合炼制的原破丹 里面蕴含的原破能量 与我这枚偏差在半程之内 便算他赢了 我们打得赌 不是说联合长老能不能炼出合格丹药吗 怎么还对丹药品质有要求 当然得有要求了 否则你们找一枚现成的丹药作弊怎么办 既然是我出考题 我必须要出得严谨一些 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不是吗 这原原破丹 是我偶然从一处上口内境得来的 品质惊人 别说联合现责废了 就算当领着他 也未必能炼出品质这么高的原破丹 这下万无一失了 你这分明是故意在为难二十书啊 四张老 你倒是有点闹躁 还知道防着作弊 不过 你防得住吗 天不见 相后九十九乾隆能量 复制原破丹毕美 复制成功了 既然你让我出考题 我已经出了 你们如果不敢接 就赶紧认输吧 姜鱼儿 没点把握 我会跟你赌吗 你毛都没长期了 跟我玩 你还能够听 谁不敢接了 怀你原破丹 就按你说的来 小鱼儿 我和你说实话 现在的我 可能连最普通的原破丹 都没办法炼制 更别提班子 这枚原破丹品质极高 我恐怕 嗯 师叔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的 这是 这是一枚原破丹 而且原破能量极高 好了 师叔 开始练丹吧 好 也不知小鱼儿 从哪弄来的这原破丹 我只要借着火焰的车影 将这原破丹送入药品 这场比试 应该就算赢了 看二长老这炼丹手法 不能炼丹的传闻 怕不是假的吧 传闻不可能是假的 二长老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想靠花里活上的手法 来掩盖他不能炼丹的事实 没错 等着瞧吧 他练出来肯定是废丹 联合 没想到你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 不过没用 马上 你就要在这人出圣地 变成过肩老鼠了 炸顶了 二长老果然失败了 不出所料啊 二长老这下把脸丢到家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结果了 二姐 你输了 谁说我输了 什么 班子 是你输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二长老 竟然炼成了 看来二长老不能炼丹的传闻都是假的呀 是有人造调抹黑二长老 还是二长老 一直在扮猪吃老虎 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废了 怎么还能炼制出圆破丹 事实就在眼前 班子长老 还是赶紧把你那枚圆破丹拿出来对比一下吧 看看品质是否符合要求 好 我来对比 你们一定是拿现成的圆破丹作弊了 看我这就揭穿你们 这 这 完全一样 我没感受错吧 这两枚丹药上的圆破波动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差异 你没感受错 全是一模一样 天下就不可能有两枚如此相似的圆破丹哪 除非是有高手当场炼制的 二长老不可能作假 二长老也太神了吧 竟然能够如此精准的控制圆破能量 让两枚丹药的品质完全一致 就算是炼丹宗师 恐怕也不一定能达到吧 我 我竟然输了 难道 这么多年来 联合一直在隐藏实力 好了 班子长老 既然你输了 那就要兑现赌约了 什么 二长老和四长老之间竟然还有赌约 难怪会邀请我们来观摩 这是让我们当见证人啊 这下有好戏看了 不知道他们赌的是什么呀 江鱼儿 我劝你最好忘记这件事 否则 很可能会有你承担不起的后果 哼 这话说的 怎么和六长老一样 一点心意都没有 既然如此 我也重复一下我对六长老说的话吧 我承不承受得起 你不用操心 但 你得先考虑考虑 自己能不能受得起天道誓言的反噬 你 我 難怪他让我发天道誓言 他早就丧起好我了 说吧 你要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 你现在给我二师叔跪下 赔礼道歉 什么 你竟然敢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联合这个废物跪下 没关系 我不会勉强的 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只要三次长老 能承受住违背天道誓言的后果 你 我 我他硬 二师姐 对不起 请原谅我对你的无礼 一百多年了 我别无他求 不就是希望这些人和我说声对不起吗 但真的听到 却突然觉得 为了真这一口气 浪费了百年光影 好不值得 我终于想明白了 人 不是为了别人而活的 他们道不道歉 离不理解 这与我想追求的大道没有任何意义 尘唤随风散 我都随缘了 本命灵活 是二长老的本命灵活 传闻在百年之前 二长老的本命灵活 因意外陷入了沉睡 没想到今日 竟然苏醒过来了 什么今日 二长老的本命灵活早就苏醒了 不然刚刚怎么可能炼制出弹药 二姐你看破心魔 已经让自己的本命灵活变起了吧 那天一气风发的脸蛋都是 回来了 难怪联合的炼制处人破蛋 原来他早就恢复了本命灵活 不行 我得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大师兄 不然我们的大戏 就要受影响了 小鱼儿 今日之日 本座记下来 三日后的熔岩秘境典礼 你给本座代仗 等啥 你是还想再跪一次吗 哼 等着就等着 怕你不成 小鱼儿 二十数 谢谢你 要没有你 我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回当初的自己 是你让我体会到了百年间从未有过的畅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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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的赛脸都要几点了 看在小鱼儿的面子上 每一位来桃书秘境观摩我炼丹的人 都可领取十枚灵源丹 什么 每人都可以领取十枚 十枚 这也太夸张了吧 即便是进入熔岩秘境冒险 中门也只是允诺给我们美人三枚啊 哈羽长老真是大手笔啊 退给下长老了 不用谢我 我是看在你们大师兄姜鱼儿的面子上才给的 要谢 就谢你们大师兄吧 多谢姜鱼儿大师兄 大师兄 二师叔这是在帮我收买人心 剩我在初期弟子中处理权规啊 多谢二师叔为我费心 小鱼儿 你除我恢复灵活乃是天大恩情 日后不必再对我行大礼 师尊 给美人十枚灵源丹是不是太多了 咱们手里没有那么多灵源丹啊 放心吧 我已经恢复了本命灵活 再多灵源丹 也是净手捏了 二师叔这炼丹手法也太暴力了吧 一百多年了 我已经有一百多年 没有看到二师姐如此意气风发的炼丹了 小鱼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师尊严重了 弟子也只是无心插柳 剑缝插针 两肋插刀而已 丹程 去 这么快就炼出这么多灵源丹 二长老真是太厉害了 十枚灵源丹啊 我入门以来 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灵源丹 哇 有了这些灵源丹 我们在容颜秘境之中 二阶弟子能去的一些地方 我们也敢去闯一闯了 好了 大家都算了吧 二长老需要休息了 是 弟子告退 师父和二师叔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才这些弟子提到容颜秘境 小鱼 三天之后 容颜秘境必要开启了 圣主特地赏赐了你这个新弟子 进入容颜秘境的资格 这不是好事吗 本来是好事 但这次主持容颜秘境开启的 是帆子和周雅 我担心他们会对你不利 哎 圣主也真是的 他难道不知道大家都在针对小鱼 也不站出来帮忙说句公道话 圣主是故意的 圣主就是希望小鱼 在这种不停的打压和厮杀中成长起来 哼 他想的倒是轻巧 那如果小鱼儿没有经受出打压和厮杀 被人打死了呢 那便证明小鱼不是真正的天才 圣主也不会联系 圣主为了宗门 不会在乎任何人的死活 七妹 你放心 我不会让小鱼儿死的 小鱼儿 你吃我的肺丹都能修炼 我马上就给你炼制一大堆超级强力的丹药 让你的修为突飞猛进 那个 二师叔 其实我更喜欢毒丹 毒性越大越好 至于中肠的丹药 我反而不是太喜欢 难怪你说我的肺丹好吃呢 看来是体质原因 大概是吧 嗯 嗯 你需要的丹药 毒性越大就越好是吧 这个我倒是也能练 这毒丹绝对了不得 二师叔太给力了 沉了 哦 居然不是固体而是液体 二姑娘 你这练的到底是什么呀 这是我专门为小鱼儿练制的 有着万毒之组称号的毒液 名为 要你命三千 哦 要你命三千 这名字 是不是太夸大了 一点都不夸大 我当初在圣域战场 用一只三阶地龙妖兽 试验这瓶毒液的毒性 结果 那地龙当即残死 连灵河都炸了 什么 灵河都炸了 不仅如此 当时那地龙的尸体砸落在地 将方圆十几里的地面 沾染成绝黑之色 数十年间 飞鸟不顾 人畜不存 白骨哀哀 血流成河 啊 好强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后来 一位金丹强者误入那片境地 不小心触碰到了那地龙尸骨 金丹当即碎铃 清晨这么强 这毒液这么霸道 我这钱能替这能躺住吗 要是看不住 我可就直接个屁了呀 师傅 这毒液连金丹强者都能干掉 也太逆天了吧 唉 逆天是逆天 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这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见效的 要一天三十计 连续三天才能发挥出毒性 哦 原来怎么还如此 不是一下子见效吗 那我就不怕了 二师叔 黎容颜秘境开启刚好还剩三天 这要你命三千 简直就是这么为我良心定制的呀 谢谢二师叔 快给我喝吧 小鱼儿别急 这毒液不是喝的 啊 不是喝的 那怎么用啊 这也是要你命三千的另一个缺点 就是 要用这个东西 注入身体里面 喂 二师叔 你 你开玩笑吧 这玩意儿这么大 会戳死人的 放心 不会死的 你忍过去之后 说不定还会爱上这种感觉 来吧 不要啊 啊 啊 冷死我了 Santa fuera 说 今天是 最后 一季了吗 没错 你想你现在多自觉 好了 毒液已经全部进入你体内了 接下来要尽孝了 你做好准备 宿主招售致命剧毒暴击 乾隆能量转化计算中 恭喜宿主 以次性获得 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点乾隆能量 奖励特殊能力 聚灵 可相耗 一千八百八十八点乾隆能量 将灵气浓缩一千八百八十八倍 形成一枚灵气药丸 用于战斗 相当于 触击巅峰强者最强一击 触击巅峰强者最强一击 这么强 那我赶紧来一颗这药丸看看 赢 宿主相耗 一千八百八十八点乾隆能量 成功凝聚出一枚药丸 这哪是药丸 这不就是 手雷吗 检测到宿主思维 灵气药丸命名为 手雷 灵雨 为师给你的这份见面礼 如何 多谢师尊使我为徒 还让我与牧师兄双修 徒儿修为大掌 简直如同做梦一般 师尊为我找了这个颅顶 一切无措啊 那你以后就好好配合耕耳 耕耳有需求 你务必满足 徒儿明白 也不过也不过是练气七而已 你们秒杀江鱼儿 不在话下 不过 这次容颜秘境 除了要杀掉江鱼儿之外 你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夺得容颜珠 什么 师尊 容颜珠可是整个容颜秘境的根本 仅凭我和林语师妹 恐怕 这是容颜珠所在位置的地图 放心 到时候 会有人协助你们的 好了 你们出发去秘境吧 是 如果我能得到容颜珠 实力恐怕会直接越接 进去之金丹剑 届时就能将师父吃干母镜呢 虽然不知道容颜珠是谁 但一定是绝顶报告 我若能够等到 就能摆脱这我心的仕途而然了 都安排好了 大师兄安排的事情 我定当进行解力 我能不能突破金丹 成为圣域大陆的智强者 就看这一次 师妹一定做大师兄 冲上营销 马上要到出发去秘境的时辰了 公子怎么还不出来 该不会被毒死了吧 放心吧 姜月儿天赋异禀 体质特殊 绝对不会有事的 你看 这不就出来了吗 完美 我这个出关的姿势 甚至算账 师父 二师兄 你们一定心动了吧 快来偷怀送报吧 公子 你可担心死老奴了呀 谢谢你呀 好了 姜月儿 你这次进入熔岩秘境 是机缘也是考验 这枚丹药 或许能帮到你 姬妹 你竟然要将在时空秘境中 得到的天杀金丹给姜月儿 天杀金丹是什么 很宝贵吗 天杀金丹 似乎已经超过了我们这片世界的上限 据我推测 这枚丹药在承担之前 经受过雷劫淬炼 连上天都想将其灭杀 所以 我才将其命名为天杀金丹 姜妹 这枚丹药与秘境有关 很可能关系到 你的身体能否恢复 况且 作用未知 没必要给小月儿吧 这丹药这么重要 师父 这丹药您还是拿回去吧 你知道的 我需要的是毒丹 送上的丹药 对我没作用 给你自有我的用意 你身体里的能量 和这天杀金丹有些相似 都能恢复我的真身 放在你手中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 弟子多谢师父 小月儿 既然你师父这么大手笔 我作为二师叔也得表示表示 这几天 我练制了二十万枚零元丹 打给你用吧 我去二十万 二师叔 你对我太好了 大家都送东西了 我也送你一件吧 遇到危险的时候 或许可以救你 这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如意算盘 我是练器九重高手 欢迎诸位加入我的战队 一起探索容颜秘迹 加入我们天狼战队 每人给一枚灵人丹 不死鸟战队招人 猎后的天才地宝 队员可奋斗一半 比其他战队收益高出武场 加入我们吧 刘妹 你都安排好了吧 放心吧 我会让那个江鱼二 成为独家寡人 一个队友都找不到 你呢 我这边你更不必担心 我已经将江鱼二的身份令牌 定位到了严独池 只要他被传送进去 不死也得饭餐 如此 我就放心了 许悦的土地 只要活着 就后患无需求 必须得死 退赴江鱼二 不过是小事与众 顺手无愧 大师兄的事 才是最重要的 切莫耽误了 大师兄都和你说了 何止是说了 大师兄还让我轻松放弹 什么 你就是大师兄安排的 解读沐晨刚的神秘人 不必这么惊讶 我和大师兄的关系 不是你能想象的 大师三子 我和我这大师兄 是总有你好看的 师兄 就是在这里集合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你不就是容颜秘境吗 我是炼丹师 体内已经孕育了本命火焰 容颜秘境对我的修炼帮助 没那么大法 原来如此 杨鱼儿大师兄 大师兄 你怎么算来了 快让我加入你的担心 大师兄可是练起其无敌 只要跟着大师兄 这次灭境之旅 一定能有大收获 大师兄 我对你仰慕已久 今天你这条追船 你这条船 我是上钉了 我去大师兄 已经这么受欢迎了呀 我的优秀 果然也遣不住了 既然大家都想跟我混 那我 沐晨刚师兄组建战队 加入的队员 每人上次20枚零元带 人数不设上线 来多少人要多少人 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 什么 这简直比二长老 还才到期初啊 二十美 那个大师兄 下次进密经 我再找你组队 大师兄 我是真心想跟你混的 但对方 这都实在太多了 我去 别走啊 大师兄 我下次一定帮你 你们走了 我怎么办 这一次就帮你了 我面子往哪放啊 难道我的优秀 还顶不过区区二十枚零元丹吗 全都跑了 居然有一个没走 这位小师弟 没想到你不但英俊潇洒 玉树林风 还这么有眼光 念在你独具慧眼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了 其实我也想去那边的 我不知道是那个混蛋踩住楼的脚 让我疼得疼不了 疼死我了 大师兄 劳烦您陪我过去 我也想去领那二十枚零元丹 不就是区区二十枚零元丹吗 你跟着我 我给你 区区二十枚 江鱼儿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口气大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呢 这都让你混到内门来了 江鱼儿 少在我面前成口舌之力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六长老已经收我为徒 并赏赐了我一千枚零元丹 你师父对你有这么大方吗 你恐怕这辈子都没见过 一千枚零元丹放在一起 什么样吧 我确实没见过这么少的零元丹 二十万枚 见笑 什么 江鱼儿怎么会有这么多零元丹 大师兄也太霸道了吧 二十万枚零元丹 大师兄这人不露像啊 大师兄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刚刚我就是过去逗逗慕成刚那个傻子 我只想对你组对的 没错 我们早就知道大师兄你体运深厚 慕成刚那种雄伪 怎么可能配合大师兄比较 慕成刚这种相伴老 居然还想用区区二十枚零元丹 就打动我们 我可以 我们对大师兄的东西 是区区二十枚零元丹就能收买的吗 一群现地妄议的家伙 不知道 好马不是回头草吗 小胖子师弟 刚刚只有你没走 我给你两千零元丹 你先用着 不够了再找我要 两千零 我竟然因为被人踩了一脚 就得到两千零零元丹 这也太走运了吧 我刚刚也没走啊 也给我两千枚丹药 哇 弟子中竟然也有这种站位是吧 我之前居然知道目光放在了张老身上 路怎么窄了呀 多谢大师兄做我的丹药 今天我就加入大师兄的战队了 任凭大师兄驱使 火里来水里去 上刀山滚油锅 跳火坑滚针板 你走开 我突然觉得 我的战队不需要你了 大师兄 你要慎重啊 以后追女人组队 可能会危险的 你说的不错 身材这么有杀伤力 确实很危险 掌控不好 随时可能插枪走火 但我不怕 我向来享受危险 大师兄 我说的危险不是指这个 这女人叫林陕一 是武长老的徒弟 武长老的徒弟怎么了 武长老偷了宗门质宝封冰珠 被判宗门跑了 只留下这孤零零的林陕一 现在宗门每次活动 她都被众人排挤针队 你若和她组队 恐怕会多收不少肢解 原来是这样 我说是你没见师父 当皮过武长老 两千枚丹药给我 我觉得 对于你这种身份特殊的女人 给你两千枚林陕一丹 并不适合 什么大师兄啊 和其他人 也没什么两样 大师兄总算没有被美色 蒙蔽了双眼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 你不适合两千枚林陕一丹 你应该拿两万枚才对 什么 我去 这不确实没有被蒙蔽双眼 但是整个人都迷失在美色里了 好了 我们三人小队已经组成 你们赶快将弹药收起 传送通道就要开启了 大师兄 你真要和林陕一组队 色字头上一把刀 要三思啊 你说什么呢 我和他组队怎么可能是 贪图他的美色 我单纯是看中他这个人 可是他师父被判失门了呀 我们和他组队要被牵连的 他师父判处宗门 要不是他判处宗门 他何罪只有 凭什么要牵弄到他身上 别人对他的偏见我可能管不到 我能做的 就是把他和正常弟子一样对待 只能因为惧怕牵连 就违逆自己的良性 这波被我撞到了 江羽 和别人不一样 大师兄高义啊 师弟我受教了 那什么 其实我也总是被人针对 大师兄能不能也给我个 一万两万的灵灵单 安慰一下 你那是活该 你那是活该 才是六长老 都免礼吧 通道已开启 你们会被随机 传送到密定各处 都要小心啊 多谢六长老提醒 我们走 注意 红小队的相互牵的手 否则会被传送到不同地方 江羽啊 没想到你竟然 还找到了队友 不过 我岂会让你如愿 卓雅 之前在我手里射逼 肯定会找我麻烦 得小心点 两位 我们也手前手 大家小心 大师兄 不就是进入通道吗 你怎么一副 如灵大敌的样子啊 我得罪过卓雅 六长老心胸宽阔 应该不会和你一个弟子 斤斤计较吧 车压后打赌打输了 我让他当众跪下了 那个大师兄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还包着汤呢 现在退出 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小鱼啊 我已经将你进入通道的难度 提升到了住街期 我看你不求我 怎么进去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刚刚的能量反馈 已经达到了住机器 看来 刘长老果然出手了 江鱼儿 这就是你的报复吗 刘长老 我说过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如果你当时问我 要一些修炼资源 甚至是宗门秘宝 我也不会吝啬 可你却只贪图一时之爽 不懂得把握机会 反而当众如我 如今这熔岩秘境的开启 是我负责 你怕是没有机会进去了 你以为 我在乎你那些所谓的资源和秘宝吗 在真正的天才眼中 你那些所谓的宝物 至我来说一文不值 哼 牙尖嘴利 如今你连秘境都进不去 用哪来的勇气 在我面前自诩天才 进不去秘境 那 我们岂不是也丧失机会了 你们不用担心 只要现在脱离江鱼儿的小队 我可以马上让你们进去 我和大师兄主队 那可不行 我必须和大师兄组队 不然我受的丹药 其实要还过去了 一次秘境修炼机会而已 不去又能怎样 你们 竟然如此执迷不悟 多谢两位的不离不弃 不过你们放心 今天这秘境 我肯定带你们进去 进去 杨鱼儿 你哪来的自信 现在秘境通道的难度 是筑鸡棋 你区区一个练器 拿什么进去 那六长老 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赌就很简单 我要是进去了 你得为我做件事 这姜鱼儿 又在打什么主意 之前我和老四 都在他手上吃了亏 这次不能再和他赌了 怎么 不敢 不敢赌 就别浪费我时间 赶紧给我让开 我还要抓紧时间 进入秘境 大师兄厉害了 六长老都不敢和他打赌 我 我记下来了 以后不能随便和大师兄打赌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乌合之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通过这助击齐难度的通道 哼 我就是这么通过的 我手雷的威力堪比助击颠峰 要破开区区助击齐难度的通道 轻而易举 什么 刚刚那是什么手段 竟然能有助击颠峰的力量 将军好厉害 大师兄厅人又如此的蛮 别愣着了阿卫 咱们赶紧走吧 好 就算你进入了秘境又如何 我就不信 你们能从颜毒池中活下来 你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感觉好休闲的样子 这里是颜毒池 是师父特意把我们传到这里的 为的就是让我们确认 一会将鱼儿在池子里死去 这池子 能让练气巅峰的人死掉 当然 好险 差一点落到池子中 不 不 太救了 这池子居然如此霸道 这颜毒池内的温度超过两千度 寻常的肉身掉进去 坚持不到三秒钟 即便是练气巅峰 恐怕也坚持不了一分钟 更何况 里面还有霸道的火焰毒素 哪怕被沾染上一顶 也会修为尽尸 然后在颜毒的灼烧中 痛苦的死去 啊 没想到这颜毒池 竟恐怖如斯 也不知道下一个掉进去的 或是哪个倒霉蛋 还好我们运气不错 没有掉进去 快看 倒霉蛋出现了 果然是江鱼儿 江鱼儿 马上我这要亲眼见证你凄惨的死去 不好 我们被传送到颜毒池上方了 颜毒池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能不能淡定点 啊 这是能淡定的情形吗 看来 又是周鸭狗的怪 我摆得不及 这颜毒池都起不了作用 但他们俩都不行 啊 我爱毒了 张死去也挺好 至少不孤独 你眼都闭上了 这么快就接受自己要死掉的事情了吧 这颜毒池也太大了 你也想死我可不想死呀 你们两个 给我 走 好好活着 江鱼儿 别过去你疯了 放开我要去救江鱼儿 你去了就是送死你救不了了 颜毒池什么威力牛不是不知道 大师兄现在 恐怕已经连渣都不剩了 渣都不剩了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来 第一个正眼看我的人 竟然 竟然就这么死掉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尹尹 尹尹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感性 真是让为师失望了 为师还有大事要做 你好自为之吧 咱们这个新大师兄也太惨了 还好刚刚没有和大师兄处队啊 否则 我们恐怕就和他一样的下场啊 哎 大师兄实在太倒霉了 这才刚当上没几天 就这么死了 不 大师兄捨留那么多灵源丹 很有可能依靠灵源能量 握住身体 也许 此刻他正在用灵源丹 抵挡颜毒的亲事呢 哼 林闪义 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也算是宗门的老弟子了 应该知道严毒池的威力 我是知道严毒池的威力 但我更知道大师兄的实力 我相信大师兄 他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既然如此 江羽二生前 因为一个赌注将我师父侮辱 你既然对江羽二还活着这件事 如此有信心 不妨我们就再赌一次 打赌 没错 所有和大师兄打赌的人 最后都赌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大师兄的底牌 强到连宗门长老都不法判定 虽然这一次 不是直接和大师兄打赌 但打赌的内容 依旧和大师兄有关 可以是一把 咱们谁若是输了 变自愿甘当对方的修炼顶炉 怎么样 我 这女人当年绰号冰山运毒 正好趁机机会 捡起心肝 我容输了 岂不是 不敢 这么说来 你其实内心对江羽二还活着这件事 并不是很有信心 你 等等 我和你赌 我和你赌 大师兄神鬼莫测 绝非成人能力 他一定很善于做出那种绝处逢生的事 这场赌注 赢得面很大 你 你和我赌算怎么回事啊 大不了 大不了输了 我到你的顶炉便是了 你脸红个乒乓球啊 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怎么 是我身材配不上顶炉的称号 还是我的颜值比不过陆哈黄紫诚 能不能不要这么下头啊 我姓男 所以你到底赌不赌 你不就是缠我的身子吧 我住嘴 我坐上夜宵都要被你恶心地出来了 小胖子 对大师兄的信念 这人如此坚定 而我却 好 我和你赌 我同意和你赌 不过 我可不像你们师徒那么恶心 你若输了 把你师父给你的二十万零元蛋给我 完全没问题 只要你愿意输了当我顶炉 别的怎么样都可以 等一下 光你俩赌有什么意思 啊 喂 你们有没有跟盘的啊 我赌大师兄活着 你们赢了我一赔十 我若赢了一赔三 什么 还有这等好事 管他呢 他既然想送钱 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啊 江鱼儿肯定已经死了 这样必败的赌局都敢玩 他脑子有病吧 我赌十枚零元蛋 我赌三倍零元蛋 算我一个 我去 这么多人 别急 我先来的 一个一个来啊 遭受炎毒攻击 一次性获得二十万点乾隆能量 恭喜宿主 累积获得一百万点乾隆能量 激活特殊能力 玉兽绝 离兽绝 发动玉兽绝 需要消耗乾隆能量 所欲妖兽能力越强 消耗的乾隆能量就越多 哈哈 太好了 有了这东西 我在后面的妖兽森林里 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时间不早了 我应该上去 看一眼 我只会 我都会 你 传说中的 野独马 之前 听区人师弟提起过 这野独马 是容年密境外围最强大的妖兽 所以你肯定住直巅峰啊 不过 正好我刚学会了玉兽绝 现在还不是很熟的 正好拿你施施手 玉兽阙 启动 我马上就要拥有一通 助击进巅峰的作息了 想想都启动了 到时候 我就是这元出圣地 最亮的仔了 玉兽阙 进化失败 扣除一万点 乾隆能量 最晚要有干女十八 我不是主角吗 神哥别激动 我刚刚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怎么无情骂黑的 什么都看不到 看来这家伙真把我窜了 起头 那个坑爹货 都会出去 非得跟你好好算这笔账 看来 有绝招了 小蛇蛇 你既然让我进来了 就别怪我把你肚子搞大了 手雷连弹 想犯出来了 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你爸 这阎毒池怎么突然变得波涛凶涌起来了 听说阎毒池里面有一只阎毒蟒 这可不愧是那畜生在兴风作浪吧 不知道灵陕翼和那个小胖子还在坚持什么 江雨儿本就难以在阎毒池中存活 现在又有阎毒猫兴风作浪 江雨儿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说 大师兄 会不会真的挂了 不 他 他一定会没事的 好了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别说江雨儿了 即便是宗门内的金丹长老 也顶不住这么长时间 林陕翼 你说了 你是我的了 你滚开 别碰我 小镊子打人还挺疼 怎么 想不认证 沐城岗 火急便死了 也不会让你这种蜗蜢之人得逞的 江雨儿 我的命是你丢下的 既然你死了 我便随你去吧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你以为我没防着你这一手吗 乖乖给我回去吧 林陕翼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省刚 我虽然实力不如你 但要想死 我不信你拦得住 你误会了 其实你死不死 我无所谓 我只是不希望 你跳到盐都池里尸骨无存地死去 你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就算你死了 只要肉身还在 我就可以 我杀了你 你可杀不了我 乖乖成为我的顶炉吧 这个灵陕翼今天终于算是被牧尘刚师兄收拾了 他师父是叛徒 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鸟 被收拾了也是应当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只关心刚才小胖子的盘口 江鱼死了 我大赚了一笔呢 你闪意 现在就来兑现你的赌注吧 住手 秦卡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不只能 你闪意毕竟是和我组队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面子 你在我这里有个屁的面子 小胖子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牧尘刚 这里是容颜秘境 不是圣语战场 你残害同门 圣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秘境探险 本就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早就说过 不经过宗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语战场 也难逃一死 更何况 我只是让他来当我的顶炉 并没有说要杀他 所以 林审议 你就知足吧 你就想碰我 许识计分吧 什么 这是 大师 怎么只是此后回事 这已经咋到了 放过去 我屋出炉了 大师兄那女人也想碰 你的头很铁吗 江鱼儿 你 竟然没死 林师妹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江鱼儿 我就知道你能活下来的 嘿嘿嘿嘿 让林师妹担心了 林师妹这身材真不错呀 别 别看了 你快帮我解开呀 真好的身材多搞神异 做谁顶得住呀 江鱼儿 没想到你竟然能从颜读池活下来 穆尘刚 趁我不在 欺负我的队友 你真是找死啊 喂喂喂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江鱼儿 咱们谁找死 可还不一定呢 叶叶灵虎 警告 警告 监测到对方攻击威力 领达到助击期 东西通 你这铁石来的也太晚了吧 解决对策 你这铁石来的也太晚了吧 大师兄不会没死在颜读池中 而被那对狗男女给干费了吧 江鱼儿 刚刚那一击似乎已经有了助击镜的实力了 没想到穆尘刚和凌羽竟然有了助击期威力的合体技 江鱼儿只是练气气无敌 面对这一招怕是难逃一死吧 我们站在穆尘刚这边算是对了 小胖子 江鱼儿死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你输了 赶紧把江鱼儿给你那一千枚灵源丹交出来 我们也是为你好 没有江鱼儿罩着你 那么多灵源丹在你身上 小心丢了心 喂 你们不要过来啊 大师兄还不一定死呢 这 你们放心吧 江鱼儿死定了 师尊已经传我们秘法 活与凌羽合体技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助击中期 助击期以下 绝无生还可能 你师尊没告诉你 话不能说得太满 什么 什么 江鱼儿竟然没死 不愿是助击的势力 还真是打了我一个错手不惜呢 不愿是大师兄 简直是打不死的小贾 他真的好强 江鱼儿 你还真是命硬啊 你竟然侥幸活了下来 你如果命不再硬也没用 我倒要看看 你能扛住几次 江鱼儿 你没死也好 我当初在外门被你欺辱 今日我要多杀你几次 结我心头之恨 你们俩狼狈为奸的实力 的确出乎了我的预料 不过 你们 的确不会是我的对手 不知天高地厚 那你这次 还能不能顶住 金鱼儿难道还有点 让我只要定在前面吗 别咽咆哮 虚假的灵兽 别赶在我面前炫耀 召唤神龙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灵兽 小军 永灭了他们 什么 怎么回事啊 这股力量 足以赢得上 铸击尖锋强者全力一击了吧 小军是谁啊 为什么这么猛啊 还好刚刚躲在灵阵山 否则 这次非要撞山一可 凌云 你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师兄 你也没事吧 我也没事 希望我的底部不受伤 一会儿逃出去 我们得能着急吸干 快速恢复实力 你整个中山更好 只能我和他能活着离开这里 我们可以趁着其中山间去练花 你们是不是很失望 现在 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你 你竟然驯化了颜毒蟒 看来 这就是你们遗言了 小军 可以开饭了 我 能等 将 江鱼儿 这里是熔岩秘境 不是生育战场 他派同门 是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 我没记错的话 这话好像是小胖子和你说的 是 是又怎么样 我记得你当时也说过 秘境叛险 本就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不也早说过 不经过宗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域战场 也难逃一死 是这么说过 是这么说过 不过 不过那都是瞎扯淡 圣主肯定会管的 求你 你饶我一命 不愿遵你为大师兄 没想到江鱼儿 居然叙化了颜毒蟒 难怪江鱼儿能够在颜毒池中活下来 我们这次又站错队了 我说你们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没什么 你们刚刚不是想抢我身上的灵源丹吗 我认为来而不往非离也 你们说呢 胖胖 胖爷 能不能给一个面子 远点 脸还挺大 你们呢 我们完全没问题 那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除了身上的衣服 其他东西都给我交出来 否则 我一会儿让大师兄 把你们都扔进颜毒池里去 没问题 没问题 只要不杀我们 怎么样都行 衣服我也不要了 都给你 留我一命就行 该死 江鱼儿这小子 不但从颜毒池活了下来 还喧化了颜毒蟒 他怎么这么好运 容颜多的地图 还在牧尘钢身上 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尊我为大师兄 不好意思 你不配当我的师弟 小军 灭了他 不好 转身甲 防够 把身甲竟然一瞬间就被破了 可爱这女人 真的完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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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不仁无敌 看来以后要打赌 不管遇到什么状况 都要站在大师兄这边 看来这次可以结束 什么 小圈 没事了 别怕别怕 最假不是什么 既然连初期滇动的小圈 都不是对手 难道他 先担心长城 是师父口中说的 那个坚硬我们的神秘人 太好了 这下得救了 香菊儿 准备好受死了吗 没飙 你难道是翻 死 不好 刚刚的女人能轻描淡写地挡下 严都莽的进攻 实力恐怕已经是金丹镜了 大师兄这次 怕受粮啊 放屁 我们因为不战队大师兄 吃了多少亏了 这次我必须站在大师兄这边 说的没错 之前每次站在大师兄的对立面都输 这次 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 站队大师兄 大师兄每次都能逢兄话题 这次一定也能赢 大师兄输了 是算了呀 为什么我们赌谁赢谁就输啊 分死 没想到你堂堂长老 竟然隐瞒身份来杀我 这里可是容颜秘境 不是圣语战场 你残害同门 圣主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 这秘境探险 本就是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早就说过 不经过中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语战场 也是难逃一死 炒我的词 我要投诉你 圣语儿 你说的不也是我的词吗 我说鼻祖好吗 你们这群调窃者 都少说废话 圣语儿 你还看肚子 你就这么肯定 杀了我 你觉得你一个 练乞七的小家伙 能在我的手中活命 既然如此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就赌我能不能 在你手中活下来 你是赌鬼吗 又打赌 你腻不腻啊 你又想搞什么花招 江鱼儿师兄又要打赌了 难道他还有保命手段 还是说 打赌这件事 就是江鱼儿师兄的 保命手段 你能不能不要躲在我背后解说 我也怕死的呀 我才不会和一个死人打赌 去死吧 这个杀手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大师兄要完蛋了 啥子情况 怎么一提打赌 这个金丹镜强者 就突然暴怒了 金丹镜强者全力出手 江鱼儿还能赢吗 不管赢不赢 我才也不认对了 什么 想杀我 我梦 我就没手段了 什么 都走咯 没那么容易 身为杀手 可是金丹镜 没想到你 居然还有 蛀奇巅峰的攻击手段 可惜对金丹镜的我来说 没有丝毫作用 什么 看这里美女 再尝尝这个 什么 手雷弹高 百雷连发 哇 这是在放烟花吗 大师兄竟然还有如此厉害的招数 你的杀手真是倒了血霉啊 小鱼儿 你能不能跑慢点 我真的 电都快不行了 你放我下来好不好 你晃得我好晕 晕个毛线 逃命要紧啊 我的手雷只能暂时拦住她 晕得滑人家 晕鱼儿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你别跑 我都快来了 他喘得这么少 哪来的地方藏了这么个雷镖啊 小胖子 他要是真的追上来 你就把这东西扔出去 这是方才大师兄扔出去的东西啊 没错 掰开把手 挣出去就能引爆 好嘞 我正好一向试试狂炸金丹镜强者的滋味 之前是我大意了 现在我有准备 不可能再中自杀 他们又回来了 该死了 竟然被自己的也给炸了 江鱼儿 我看你们还有什么手段 事情不好办啊 上我来吧 这什么情况 他还编着大招呢 什么 封冰珠在你身上 这丫头体内 居然蕴含着如此之大的能量 封 封冰珠不是被五长老带走了吗 怎么不出现在林闪义身上 难道 哈哈哈哈 没想到封冰珠一直在你身上 省事天处我眼 该死的人是你 封冰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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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他体内蕴含着一件法宝 对啊 就是传闻五长老偷走的封冰珠 没想到 在林闪义的体内 原来林闪义和五长老始终都是用的 但是不应该啊 这么多年都没暴露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暴露呢 不会是今天为了救大师兄你这么简单吧 大师兄你也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啊 原来如此 会有办法 是我的了 大美女回个头 什 什么 这东西是我的了 大师兄 大师兄 连气巅峰 只能推动封冰珠最基础的能量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还会遭受反噬啊 你怎么的基础能量不够 那叫 多来几层 天赋神通 不知 来不够 天赋神通 不知 因为我认识了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un 他进入了助击期 不对劲 就算他进入了助击期 也不可能将封兵铸的力量放大这么多倍 丹子 小子 不好 谁啊 居然赢了 大师兄也太厉害了 居然连金丹镜的强者都能干费 丹子 你今天完了 玩个毛线 快走 大 江菊儿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封兵铸甚于熔岩珠齐鸣的法法 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当 大师兄 咱们刚刚占据游士 你为啥不一鼓作气把贩子干死啊 看死个鬼 我刚刚那一招 用尽了全部力量 再不走 咱们 咱们就都得玩玩 大师兄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有钱 真的不行啊 大师兄你不能倒下 你倒下了我们怎么办呢 不 不行啊 我 我真的一地灵里都没有了 灵闪一块醒醒啊 大师兄不行了怎么办呢 一两块好起来我还想我承受不住啊 当天啊大帝啊谁能来帮帮我啊 检测速度身上有三阶元气丹 天杀金丹 立即服用 可恢复大量灵力 天杀金丹就是三阶元气丹 还能恢复灵力 太好了 只会我终于有救了 糟了 你闪一释放封闭中的反噬来了 大师兄怎么办啊 啊 灵药 灵药 我明白了 大师兄 你是让我将这个灵药给灵闪一吃对吧 对 好嘞 大师兄放心 我一定会给灵闪一服下去的 灵闪一 大师兄不顾自己重伤 都要把灵药给你 你一定要恢复啊 对 对你个头啊 灵药 给我 小军 给我干了这个没心没肺的 哎哟 兄弟 到手了 我先复制一份 这样就可以救灵闪一了 天赋神通 复制 复制 三阶元气丹一枚 消耗二十万点乾隆能量 什么 复制这东西 竟然比复制风冰珠 这种法宝消耗的乾隆能量 还要多 哎 没办法 只能先复制五枚备用啊 复制 三阶元气丹五枚 消耗一百万点乾隆能量 就让我尝试一下 三阶元气丹 就让我尝试一下 这能有多大的功效吧 复制 获得了三阶元气丹 翁养 灵力全部恢复 没想到 师父给我的天杀金丹 竟然拥有如此奇效 这要比普通的灵元丹强太多了 班子随时可能会追上来 赶紧给灵闪一 也服下一枚三阶元气丹恢复 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 灵闪一服下三阶元气丹火 竟然要突破了 趁着灵闪一突破 我也得看看我的效果 我刚刚可是复制了十颗封冰珠 这等质保 我 我的封冰珠呢 我明明放这儿的呀 珠珠啊 我不能没有你 不在这儿 也不在这儿 那可是一百万的乾隆能量换的呀 封冰珠居然全部消失了 我连再多复制几枚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 封冰珠的波动 封冰珠 难道融入我的身体里了 难道我从练气息进去到猪鸡系 和融合封冰珠有关 小白有封冰珠的波动 胸口也有 眉心也有一颗 嘿呀呀 拼尘也有一颗 等等 作人这里也有一颗 这玩意儿 不会还可以增强某种未知的能力吧 那我岂不是要发达了 白师兄 哦 灵珠妹你醒了 嗯 你刚刚做的事 我都看到了 想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都看到了啊 嗯 是的 我虽然身受重伤 但还是能感觉到 你所做的一切 这种糗事都被他看到了 以后我在他面前 还如何能拥护大师兄的尊严呢 他不会冒失灵态的 不过我看他表情 好像非但不觉得我猥琐 好像还打双烟 和我发生点故事的样子啊 我以后到底是接受呢 还是加上一下拒绝 然后是接受呢 不过大师兄 谢谢你 当手动了封冰珠 几乎已经奢学全部直觉 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恐怕已经死了 你你刚才看到的 不是我在那个 呃呃 啊 什么 差点说漏嘴 虽然他说的不是那个事 让我心里有些希望 但好在你没让他 发现我的巧事 呃 雷小叶 你竟然晋级到了住基镜了 你终于醒了 是啊 这还多客大师兄呢 大师兄刚刚给了我一枚丹药 我服用之后 顿时觉得周深元气双配 瞬间就突破了 呃 等等 你你你连刚刚那事情也记得啊 嗯 不仅记得 而且 还看得清清楚楚呢 嗯 啊 啊 混蛋了 果然心上还是坍塌了 大师兄 好 刚刚我看到你在拼命的用手套裤 难道 你把弹药藏那里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嫌弃 你能不能给我一颗的 你不要滚 你居然也看到了 真是晦气 咳咳咳 刚才零小叶突破的时候 动静不小 班子肯定发现了 我们得赶紧赶路 没错 再向前面走 我们就进入熔岩灭境的中部地区了 那里临山草密 很容易隐藏行踪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这里面经常有厉害的妖兽出没 放心吧 有小娟在身边 寻常的妖兽应该不敢招惹我们 可是 据说里面有三间妖兽 什么 三间妖兽 那就不是昨夜和金丹镜的强者匹敌了 是啊 三子算危险 但前面这片森林 也并不是绝对安全 看来咱们得快速穿越这片丛林哪 对了 我们找些速度快的妖兽不就行了吗 这个idea妙啊 找速度快的妖兽做什么 嘿嘿嘿 走吧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以为逃到丛林之中 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天真 看 秘乌赤炎豹就在前面 你们配合好我 我就跟你们俩 每人搞一只当作戏 大 大师兄 这这这这这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赤炎豹跑得可是出了名的怪 你你你确保我当幼儿 不会被他们抓到吗 你就放心吧 这赤炎豹 只是助击五层的实力 有小娟在 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这真的吗 好啦 一会儿 你把这三只赤炎豹引过来 我会用玉兽爵将它们控制住 只要骑上了这一玩意儿 男子肯定再也追不上我们了 好 老师有种被骗的感觉 去了 下游 你是最美的胖子 那个 大师兄 你答应事成之后 会给我一颗零神医服用过的那种丹药 到时候可别反悔啊 嗨 咱们本来就是一个队的队友 我答应你的事情肯定会办的 别说你这次是为了大家冒险 你就算不为大家冒险 我也会把丹药给你的 我们 可是伙伴啊 真的吗 大师兄 那我不去了 这小子怎么这么不想到啊 大师兄 丹药给我吧 好好好 我这就给你 看 有飞蝶 飞蝶 那是啥 我这就让你当飞蝶 妈呀 你玩鹰呢 降员 我跟你不共戴天 哎呀 冲啊 小胖子 疼死我了 妈妈咪呀 娘亲母上大人喝酒 快来救救我啊 猫哥 干什么 我说我是路过的你们信不信啊 给个机会好不好 妈呀 神仙虎 开山盾躺住啊 花枝枪 狼狼斗 憋醉了 我等着江鱼儿这个不再热情不再啊 江鱼儿 快救我啊 这小胖子狗屋还真不少啊 大师兄 救救你的救命啊 大师兄 老公 剩我下去 琴卡迟早要被抓住啊 放心 这小胖子喜后握着了 一会儿还要给他一颗三接元气丹 我得多给他放点血才能回本 大师兄 我啥也没有了 你再不出场 我就真的要被告死了呀 这几只赤炎暴 灵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小群 哈啥 来的大 大师兄 快救我啊 放开那只胖子 冲我来 我遇到 小群 手决 满动 净化 三只铸鸡五层赤炎暴成功 消耗十五万点 田龙能量 搞定 死胖子 以后你要多向我学习学习 遇到事情不要慌 先摆个pose 淡定点 冷静点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 我真是 太帅了 大 小师兄 小羽儿 怎么了 你们干嘛用这种表情看着我 难道你们不是应该 满脸崇拜地注视着我吗 你 你后面 后面 娘 娘咧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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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妖手 令 令眼包 快 快跑啊 天啊 好高啊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啊 别慌 我次有办法 救命啊 救命啊 是炎梦 过来 快骑上 走 我没骑上啊 我还没骑上去 等等我啊 为什么 倒霉的总是往后 我的救后梦啊 大师兄 救我啊 啊 这个笨蛋 终于得救了 吃毒吃得我都快饱了 怎么了 灵神医 你看我的目光 咋还害羞起来了 你不会暗恋我吧 小伙子 你想多了 还是看看你的胸口吧 胸口 灵 露点了 之不完蛋了吗 大师兄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还是个猪男啊 这事传出去以后 我还怎么找媳妇啊 找什么媳妇 我还是单身呢 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咱们带走令眼包的幼崽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不对啊 这三只赤炎豹 都是灵眼包的幼崽 耐力也比不过灵眼包 我们迟早要被 后面的灵眼包追上的 怎么办啊 放心 我早就有对策了 咱们来个祸水东瘾 借刀杀人 赤炎豹 掉头 再一次呢 姜语儿这小混蛋的故事 还真是坏 竟然让我们丢了 姜语儿 凡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必须无门自来头 姜语儿 这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哈哈哈哈 这句话 我也想对你说 嘴经 受死吧 请我口令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什么 竟然是灵眼包 该死 该死了 这灵眼包的实力和我不想上下 不好对付呀 哈哈哈哈 凡子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还满意吗 姜语儿 你给我等着 本错绝对饶不了你 哈 还饶不了我 我看 还是先摆脱这只灵眼包 再给我放狠话吧 什么 我来到这个世界 还是第一次看到 金丹级别的高手对战 真是精彩呀 大师兄 我们难道还不走吗 大师兄 我们的坐鸡是灵眼包的幼崽 一旦灵眼包把番子打退 他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还是赶快离开尾翼啊 在我的老家 有一句俗语 叫做 玉蚌相争 鱼人得利 玉蚌相争 鱼人得利 难道说 大师兄想要当那个鱼人 没错 灵眼包和番子势均力敌 最后肯定会两败俱伤 到时候 就该我们出场了 大师兄果然生命远虑 谁在让人佩服 小意思 你们俩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大师兄是想要改行当渔夫了吗 这有点趋才了吧 看来要出结果 可不 番子 毅然重伤 看你现在 还能不能接下我这一场 受死吧 暗子 当初将军儿的权力以齐 都让我受了期许内伤 如今我和灵念爆两败俱伤 将军儿再出手 我恐怕想不到 得赶紧走才行 你 章鱼儿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要扒了你的皮 跑得还挺快 大师兄 你怎么不追了 那番子重伤 现在正是解决他的好机会啊 你以为金丹镜强者那么好杀 只要金丹不灭 金丹镜强者就能死而复生 我们毁掉番子的肉身容易 但他金丹的速度 我们这点实力根本追不上 若是逼急了他 自暴之下 我们都得完蛋 闪一说得对 我们暂时没必要和他鱼死网破 果然还是大师兄真谋远虑 小case小case 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好吗 我只是想着 干净听着灵念爆受伤 直接用御兽卷把他御了 到时候期间一只三千妖兽 多为了 看来这灵念爆受伤不轻啊 哎呦 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大师兄刚刚能够抓住番子 直接发动御兽卷将其控制住 那我们在整个圆处圣地 岂不是能横着走了 你小子怎么不早说 这还用我说吗 一只三界畜生 一个金丹镜美女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吧 哎呀 路走窄了 看来还是你格局大呀 下次又跟你教教我 多谢大师兄夸奖 完全没问题 好啦 你们别闹啦 这是灵念爆怎么办 我已经错过了美女 这只三界妖兽自然不可能再错过 正好让你们参加团圆 羽兽卷 这什么情况 大师兄 他 他好像在起初你放过他的孩子 他愿意臣服于你 什么 大师兄 你怎么不继续施展你的御兽卷了 赶紧出手啊 算了 大师兄 你已经错过了番子 可不能再错过灵眼爆了 只要咱们收服了这东西 在这容颜秘境 肯定是横着走啊 我们当时收服吃炎暴 也只是为了躲避番子的追杀 如今 番子已经重伤逃顿 我们也没必要 对这些妖兽赶尽杀绝 欲兽诀 解放 你们就好好团聚吧 大师兄 你 你解除了对这三只吃炎暴的驾驭能力 没错 上天有化我生之德 这只灵眼爆的母爱感动了我 我不想为一己私欲 再对他们出手了 大师兄 你对这些畜生讲什么感情啊 你这是妇人之人 这是在浪费机会啊 这样怎么能成大事呢 以后我还怎么和你混啊 这可是三姐要受的 这不是扯淡的吗 你这样 我还怎么赚大钱 我怎么买房娶媳妇啊 这个给你 这是 天杀金丹 我们之前说好的 你负责引出赤炎暴 我给你丹药 天杀金丹 是那个服用之后 就能立刻恢复全部灵力的丹药吗 太棒了 只有我的父母之后 过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走到了这件事情 他们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秀我吧 我一定要积攒足够的实力 打破这件事情 从于心回到家人身边 小鱼儿 加油 大师兄似乎 有心上 该死的 没想到江鱼儿那家伙 竟然还真成了气候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他 却不能让他成为大师兄的绊脚石 大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师妹 对不起 师妹 让你受委屈了 你的伤势不要紧吧 我没事的 大师兄 我这次被江鱼儿伤的根本 只能把你吃干磨鸡 才能恢复根基 你和你师父对我都明恩好心 以为我不知道 我这次就赤你并要你命 把你直接吸干净 师妹 师兄 确然是苦蝉膏 太好了 正好让他们帮我护吧 我好疗伤 你们两个 四长老 原来 原来刚刚是四长老救了我们 多谢四长老救命之恩 行了 不用客套了 这老女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有她在 我想要把我枕杆吸干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我受伤了 你们两个帮我护法 不要疗伤 四长老 您竟然受伤了 是江鱼儿干的吗 不该问的别问 知道了 没想到连藩子都败在了张鱼儿手中 就算我将鲤鱼吸干 恐怕也不是张鱼儿的对手啊 不过 若是我能将四长老吞呢 师兄 以江鱼儿的天赋 我们修炼一辈子恐怕也追不上 如今四长老重生 我们 好 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 四长老是金丹强者 一会儿我们一起出手了 只见趁他疗伤的时候 击碎他的金丹 他定然不会有还手之力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吸收 好 吸掉分子之后 我就要强行把师傅也吸干的努力 到时候什么圣主 什么大师兄 都得乖乖跪在我脚下叫罢了 金丹强者可没那么好对方 我得让牧尘刚才行 明日 准备一起接手 好 去死吧 去死吧 什么 你 你自己去承担番子的怒火吧 死 不肯高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废我这丹 你怎么不出手 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他还要还手的余力 哼 我要的就是他还要还手的余力 什么 你敢赢我 我杀了你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指令 你竟然想自我精湛 我杀了你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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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利用我 哼 是你自己蠢 可怨不得我 师父 师父 不会放过你的 等我洗干了你和瘟子 周雅 也迟早会被我吃掉 你 你 你既然 你 放心吧 师兄 我一定会杀了江鱼儿为你报仇 为此 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我吧 灵狱 我们 都 看错了你 没想到 你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我 不甘心 不甘心啊 看得不错 你算是救了我一命 能够救四长老 是灵狱的荣幸呢 我金丹虽然碎裂 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很快就可以重新凝丹 你现在帮我护法 待我重新凝聚金丹之后 便收你为徒 作为我的清传弟子 四长老竟然要收我为清传弟子 还真是叫人受宠若惊呢 这没什么 你救了我一命 便算是我欠你一份人情 这清传弟子的名头 便当作还你这一份人情了 我竟然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 四长老还是立即把人情还给我吧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 让你还人情啊 刘云 你 你竟然敢欺识灭祖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最后的力量已经用于沙漠成钢了 现在根本没有力量反抗我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你融入到我的身体里 让你也有机会 领略我君临天下的风采 你 就算是心甘了我 你并不是这圆处圣定最强的人 当大师兄夺取了熔岩珠 那会为我报仇的 熔岩珠很快就会落到我的手里 什么 熔岩珠的地图竟然在你的手上 将鱼儿从沐尘钢身上抢走的地图 早就被我调包了 而且我还把他抢走的地图路线 改到了一处绝境 你们都是我的棋子 最终的赢家一定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 你 你 是 我 会 如今 我已经是金丹镜强者 我凌玉 终将成为整个元出圣地的女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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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也成为助击区的高手了 没想到琴塔也突破了助击区了 大师兄 您的天杀金丹实在太厉害了 好了此间是了 我们抓紧去下一个目的地吧 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啊 是 熔岩珠所在的熔岩火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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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大师兄 这情况不对啊 按理说这个地图上的路线 应该是最安全的才对 怎么四周到处都是妖兽啊 或许 或许我们不按地图上的路线走 可能更危险 不对劲 肯定是被人换了 绝对被空了混蛋 什么 那现在怎么办 我 我快没力气了 我也是 让我想想 有了 琴塔 你想不想收几个妖兽小弟 妖兽小弟 等等 大师兄 你 你不会是又想 到你表演的时间了 等等 等等 大师兄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啊 因为你有经验呢 你放心 只要妖兽一来 肯定会被我收服 到时候 我帮你也收服几只 蛀鸡巅巅峰的妖兽 那多拉风啊 好 好吧 大师兄 他们过来了 放心 我会及时出手的 我的玉兽觉 在妖兽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大师兄 看你的了 来了 接下来看我的 玉兽 怎么到春火来了 妈呀 这 这什么情况 又来了 大师兄 现在你也有经验了 别废话了 赶紧想办法救我呀 这个场景 似曾相识啊 水火不相容 这群狮子是火属性 只醉我 很可能是感受到了 我体内封冰珠的气息 可 我得想办法学会 隐匿气息的手段了 先把这群狮子解决掉再说 手雷大连环 我去 群狮 发动 一次性成功受服了三只珠奇巅峰的熔岩石 大师兄实在是太厉害了 别蹭了 离我远点 不愧是大师兄 死胖子 刚刚就是因为你表演不到家把事情引到我身上了 差点让我们全军覆没 你胆子太小 得练 怎么练呐 救救你啊大师兄 我错了 救命啊 有了这么厉害的狮子作为坐骑 这一路上顺畅多了 一般的妖兽根本不敢靠近 是啊 前面就是地图上描写的熔岩珠所在的地方 大师兄 你明知道那地图画的是假的 为何要执意来这里 因为我想要收服一只三只妖兽 什么三只妖兽 沐晨刚身上那份地图 应该是被林语调包的 依我对林语的了解 他肯定是想要把沐晨刚引向绝地 而这秘境之中的绝地 无非是强大妖兽的居所罢了 因此我敢断定 这地图终点的位置 必然就是三阶妖兽的藏身之所 大师兄深谋远律老谋深算老成盟国老金巨华 实在是让我佩服呀 这都是小道而已 你们跟着我以后会学到更多 救命啊 我的娘嘞 大师兄 这根本就不是金丹镜的妖兽啊 少废话 谁会想到是这玩意儿啊 你们还是别吵了 赶紧想办法吧 多虫子 你怎么解决这些东西 什么 三 三只妖兽 黄金狮 妈呀被包围了 这狮子竟然吓跑了 大 大师兄 你赶紧用御兽鞋遇他呀 没用他 这里的虫子太多 他们会分散我御兽鞋的力量 成功概率 几乎为零 什么 那怎么办啊 我和小君想办法 拖着两黄金狮 你们想办法突围 大师兄 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没错 大师兄 我 我虽然害怕 但我也不会丢下你的 少废话 再不走大家都完蛋 你们抓住机会 冲出去 小君 小君 你上 小君 放火烧死他们 小君 烧死他们 什么 大师兄 大师兄 你没事吧 该死 连一个回合我都撑不住 难道 今天真的要栽在这里 坐 当时老外不是送我一个法宝吗 你办法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知道老外这东西有没有用 这是什么 是个年报 好机会 这次这个非常地震灰 我可以用御兽菌了 御兽菌 搞定 神 神 神功了 没想到 灵烟爆居然会来帮我们 多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 我今天恐怕就危险了 大师兄 这家伙好像在说 是为了还你人情 你不欠我什么人情的 买买了 如果灵宇知道 因为他提供的地图 让你收获了一只黄金狮 这恐怕又气死 放心吧 和六长老他们搞到一起去 我估计他离死也不远了 竟然是炎爆 炎爆 炎爆是什么 就是熔岩秘境的火属性能量全面爆发 传闻每三千年到四千年才能爆发一次 有些弟子一辈子都没机会见识到一次 这种好事竟然让我们赶上了 是啊 这怎么看都像是灾难呢 怎么成了好事了 大师兄 现在宗门这些长老 你都认识吧 当然了 除了你师父 其他长老我基本上都见过了 宗门的这批长老 就是借助三千八百年前 熔岩秘境的那次炎爆才崛起的 炎爆虽然会带来一些危险 但却有无数机遇 没错 炎爆开启 所有的妖兽实力都会下降 便于我们猎取妖丹 夺取妖兽守护的天才地宝 最重要的是 位于核心位置的修炼场 能够快速提升修为 有多迅速 应该不比你给我的那枚丹药差多少 那还等什么 赶紧去想好处啊 诸位 炎爆爆发了 域外那些敌人肯定不会安心 让我们消化炎爆的收获 我们马上出发 守护熔岩秘境 是 听说帆子的魂都灭了 不知道凶手 是不是和域外敌人有关 帆子魂都灭的时候 炎爆还没有发生 他要么被妖兽杀了 要么被自己人害死了 这也怪不得别人 谁让他胆大包天 竟敢违背宗门规定 偷偷切入蜜镜 死了也是活该 我刚刚感觉到 江月儿拿出了如意算盘 不知道是不是也遇到了麻烦 我知道了 快点进蜜镜吧 没想到 竟然能让我赶上眼报 这下我突破到 尖丹镜之上的火 就更足了 赵星辰 赵星辰 我就知道你不会错过 这次人言欲敬开启的 这一次 我定要让你身败名利 让所有人 都探清你的真面 圣主 和大师兄说过很多次了 不必这么多礼 叫我师妹即可 没想到 大师兄来得比我还快 礼法不可非 涉及到盐报 我正好在域外战场的边缘 就马上回来了 我估计域外的那些敌人 最多半天时间都会杀过来 这么快 那我们就利用这半天时间 提升大家实力吧 参见圣主 所有二阶弟子听着 外敌马上就到 尔等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神若能借助此次 我便直接任其为长老 是 太好了 我们太幸运了 好了 广场上散布的能量有限 朱卫平实力寻找作词 抓紧修炼吧 好 方龙师兄二阶榜第一 看来我是没办法 和他抢最好的那个熔岩金莲为了 普通座位也不错 你看那些 没有上二阶榜的二阶弟子 都自发的 向广场外面走去 没错 我们已经算走运了 抓紧吧 这机会千年不遇啊 能不能成九金丹 就看这一把了 合心中怎么会出现 那么多的传送阵 这次修炼七元前所未有 一定是宗门将精英都传送过来了 什么 宗门的精英可都是二阶弟子了 他们若是都过来 那还有我们分享修炼资源的份啊 怕个毛线 你忘了 我们现在也都是助击器 你大师兄我更是助击无敌 对付那些二阶弟子 还不是手到勤来 前面就是熔岩秘境的修炼广场了 只要进去就能修炼 大家还等什么 怎么跟你进去啊 胖子 你等等 滚 普通的一阶弟子也赶来想修炼位置 不知天高地厚 大 大师兄 这些人太猖狂了 一言不合就打我啊 我看是你太没礼貌了 你看我是怎么进去的 没完没了了是吧 这些人是你们这种卑质的一阶弟子能来的吗 大师兄看来也不留吗 该死的 看来他们根本不允许我们在这里修炼呢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 我还真就不信了 这次要是还不好好和我说话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两位 我 还敢来 还敢来 真是不长记性 还来 你们以为小人是平气是吧 是吧 说说吧 师弟 师弟 这次座位次序都是按照实力划分的 而且修炼时间紧迫 所以我们刚刚才急着赶您走 怕您影响我们吸收盐报能量 是啊是啊 这是圣主定下的规矩 可不关我们的事 而且刚刚师弟已经证明了实力 你在这里修炼 我们完全没意见了 师弟啊 那里可不是随便能去的地方 我都已经进入住基金三年了 还没资格呢 是啊 能留在广场上的 都是进入了二阶榜的人 实力都在住基金七重以上 我劝师弟还是谨慎一些 别去招惹他们 既然是偏实力 那就好办了 所有来吧 没有人敢阻拦你们 大师兄 我知道你实力很强 一两个住基金七弟子打不过你 但一会儿若是犯了重怒 咱们 咱们能挡得重啊 安心了 今天有我在 咱们三个 必须做广场最好最牛的位置 我们两个是三个不信 咱们到了 好 如此清纯的能量灌输 难怪小胖的说 这次的奇缘非同寻常 大师兄 我们怎么办 这些兄弟的弟子好像都很强啊 不用怕跟着我 我们直接去最核心的那三个位子 大师兄 这些人都是住基七重以上 他们若是同时出手 恐怕不好搞啊 大师兄 他们这些人 并没有阻止我们进来 我们要不就在这外围修炼吧 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人之所以没对我们出手 是因为我们没有影响到他们修炼 如果我们坐在他们旁边 会分转走他们的能量 减慢他们的修炼速度 他们肯定会出手 你们看那些人 他们似乎也在寻找机会 你们放心 既然你们跟了我 这几千年一遇的机缘 我必须让你们享受最好的 走吧 该似的江鱼 能想到命这么大 不过也好 今天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看那三个人 居然去了容颜体领位 金银铜这三个位子 就算是在平时 修炼都是事半功倍 如今 借助炎豹 更是一日千里 那三人都是有希望进击金丹的 居然有人敢抢那三位的位置 看川主 这三个家伙好像只是出界地子 哼 不知天高地厚 等着瞧吧 一定有他们好受的 大师兄 我有点担心 放心吧 三位师兄 你看 你们都霸占着最好的位置许久了 我和我的朋友 也想在这里修炼 能不能麻烦让一下 少菜 把这三个废物扔出去 我不想耽误时间 是 小子 听到我家公子的话了吗 你是想竖着出去 还是想横着出去 选个死法吧 抱歉 我还没打算出去 我触旗无敌的事情 还是晚抱了一会儿的好 前妻先用手一对付这些家伙 赵太果然出来了 传闻之赵太 是当年凤龙大师兄 在狱外战场说的奴仆 实力早已是助击巅峰了 我严重怀疑这三个家伙 是狱外敌人派来的 故意影响凤龙大师兄 不让他及时突破的 说的也是 哪根脑子正常的人 会去招惹凤龙大师兄啊 我死 分身 和我来这一套可没用 这是什么招式啊 竟然有助击巅峰的威力 我看你小子 明明只是助击出去的实力啊 难道这小子 是在伴中吃老虎 你 你竟然也是助击巅峰强者 什么 这不是一阶弟子的大师兄 江鱼二吗 他只是一个一阶弟子 怎么可能是助击巅峰 这也太夸张了吧 自从我们城里以来 我还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一阶弟子 就未能够达到助击巅峰的 圣主 如今阵风炎爆爆发 域外敌人随时都可能冲过来抢夺 当务之急 应该让二阶弟子 尽快吸收巅爆能量 以期能够产生金丹镜的强者 可不能让一阶弟子过来捣乱哪 你眼睛瞎了 没看到刚刚江鱼儿 与那个赵太太的故乡上下 显然 江鱼儿也已经是助击巅峰了 没错 我徒二既是助击巅峰强者 也有机会突破到金丹镜 他有资格在这里争夺金莲席 你们 打电 该死的 凡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没有他的支持 我对上许悦和联合 独目难知啊 好了 不要吵 江鱼儿有资格争夺金莲徐位 不过 另外两人不可以 小子 刚刚你那一招 消耗不少吧 我倒是要看看 咱们谁的底蕴身后 千变万化 又来这招 竟然是千变万化 这可是凤龙大师兄的绝技啊 没想到赵太 已经将其修炼到了六座分身的地步 这一招损耗极小 江鱼儿刚刚那招 能量释放那么强 显然消耗极大 这么拼下去 江鱼儿迟早落败啊 大师兄 你要小心啊 六百座分身也白扯了 万 千 虎 神 神 神态的分身 都被炸成烟花了 啊 你 你怎么还能释放这如此强横的能量 嘿嘿 现在你知道 我这招为什么叫万子千红了吧 就是会打在你脸上 万子千红 这 这怎么可能 江鱼儿竟然 击败了赵太 太不可思议了 真害我全家呀 没想到 你竟然能击败我的奴仆 倒是让我有些惊讶 我要的 可不只是让你惊讶那么惊讶 我要的是 你的位置 有意思 既然你击败了赵太 那我便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 为了不让别人说我以大欺小 十招之内 你要是能碰到一下我的一脚 便算你赢 凤龙大师兄终于出手了 这江鱼儿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竟然敢招惹凤龙大师兄 他不知道凤龙大师兄在圣地从未有个败迹吗 他以为他能打败助击巅峰的状态 就无敌了 哼 助击巅峰也有强弱之分呢 小子 你怕是不知道 就算是助击巅峰也分为好多种 很不巧的是 我是最厉害的那种 那可巧了 我是助击其无敌的那种 不知道我这助击巅无敌 对上你这助击巅最厉害 最后会露死谁手呢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不想浪费修炼时间 凤龙斩 竟然是凤龙斩 传说 这是他在进入珠西巅峰时 突然梦见了招式 他也真是依靠这一招 在珠西境无敌的 这凤龙一出手 就用绝招 将鱼儿就算不死 恐怕也要脱层皮 彼时还没结束呢 落死谁手 尚未可知 这次多久没见 小鱼都能正面和凤龙互招了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他 褚万子千猴 什么 这么多手榴弹竟然都拦不住他 大师兄 小鱼儿 能破掉我一条凤龙 你的确有傲人的资本 不过可惜 最终赢的人白是火 可惜个毛线 我刚刚 那只不过是在试探你而已 你还真以为你无敌了 什么 大师兄 太好了 小鱼儿没事 注意 我要认真了 这狠狠的家伙 就算你没死 但你刚刚中了我一道凤龙 依然是强弩之末 就没必要再撑 太好了 我 怎么可能 太厉害了 这是偷袭 好快的速度 年轻人 你 你也太不讲武德了 这是偷袭 你不是说 你助击巅峰无敌吗 怎么还怕偷袭呢 我看你怎么抵挡我的凤龙斩 哼 什么垃圾凤龙斩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助击无敌 给我消停点 别想跑 搞定 完美 我去 这也行 还给你 什么 现在 我要在这清廉座位上修炼 你还有意见吗 哈哈 没没意见 大不了我去做银座同座 大丈夫能屈能伸 嘿嘿嘿 金银同三个座位 要给我和琴卡临闪一三人 什么 江鱼儿 你别欺人太甚 守卫我已经让给你了 说什么 守卫是你让给我的 不 不是让给你的 是你靠本事得的 不过 你的两位朋友明明没有实力做这主位 你不能 说谁没有实力 他们认识我这么牛的朋友 这就是他们的实力 有本事你也找一个像小爷我这么厉害的朋友 来给你出头啊 让让让 凤师兄变得 好卑微啊 谁说不是呢 你们两个 滚 好好好 我们马上走 我们马上走 且慢 圣主 参见圣主 师父 师父 你怎么来了 你原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也好有个准备 你看我都好几天没洗脸了 胡子也没挂一这么邋遢的形象剑 你实在太没礼貌了 师父 我人家好想你啊 大胆江鱼儿 圣主在此 你竟然不先向圣主行礼 而是先拜见自己的师父 简直是目无尊卑 小爷在外门被打的时候 也没见圣主先我师父一步 把我解救出来啊 这个时候和我奖上尊卑了 你 罢了 无妨 江鱼儿 你是个人才 我对待人才 一向不拘一格 所以不会追究你的失礼 不过 他们两人没有实力坐在主位 大战在即 还是应该让有机会突破金丹的人 坐在主位上修炼好 这样 多一个人才多一份战力 大师兄 圣主说得对 我和灵闪夜还是别争了 没错大师兄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但对宗门来说 我们两个坐在这里 的确有些浪费 既然你们不坐 我也不坐 喂小子 算你所运 座位还给你 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好了 什么 咱们走 大师兄 你 你没必要为了我们浪费这个机会啊 是啊大师兄 你不要一凶事 江鱼儿 你可要想好 此番机缘千载难逢 错过了便是一辈子错过了 你少装出一副施舍的模样来对我说话 这座位不是你给我的 是我一拳拳打出来的 懒得和你们这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说话 走 大师兄你 嗨 你们俩放心 我争夺那个座位 就是为了你们俩 其实那玩意儿对我没用 我刚刚已经想到别的办法了 我们这次的收获 绝对不会比坐在金莲上的人少 原来是这样 实力是很强 可惜没脑子 待我突破金丹 看你如何还敢在我面前叫嚣 这江源搞的什么鬼 倒数的热就这么放弃了 不是他的性格 这家伙不知道又憋着什么坏水呢 我倒是有点明白了 我们三个围成一圈 是这样吗大师兄 对对对对 你再动一下 大师兄 是这样吗 快 再往后点 男女差别这么大吗 之前在一次冰死的时候 我便想要动用这东西 不过后来没用 但是我却发现 这玩意儿 可以改变天地大势 影响灵气流响 一会儿我们 好 什么 能量怎么消失了 什么鬼 那东西是你给他的 那玩意儿只是带一些乱七八糟的阵法 可以运程沟通 我给他的目的 只是想要他在死的时候通知我们一下 没想到 他居然能想到如此妙用 是你 糟了 说了我嘴了 大师兄 这能量太精纯了 根本不用量化 直接就能吸入体内 谢谢你大师兄 按照这个修炼速度 我估计很快就能突破到金丹救 好 那就专心修炼吧 争取尽快突破金丹 该死 这三个人 居然将所有地主机缘都抢走了 不惜呢 我身为长老 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周雅 你敢 住手 哼 你们两个垃圾 一个是长不大的废物 一个刚刚能炼丹 还没恢复巅峰 能拦得住我 我 你能够 不知你敢不敢 什么 你 你敢自爆金丹 还敢回我土耳机缘 我给月儿无归于尽 我 神主 你看他们 好了 任何人不能打扰他们三人 可是 江鱼儿是最有希望突破金丹的 如果她能够突破金丹 我们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入侵时 便多一份胜算 而且她有能力将炎爆能量聚集 我看琴卡和凌闪翼 突破金丹也不是没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 连凤龙都不敢说自己百分百 凤闪翼要突破了 没想到第一个突破的 竟然是最不受人待见的凌闪翼 哎 羡慕啊 我要是也有江鱼儿这么厉害的队友就好了 啊 我本来有机会和江鱼儿混的 谁料站错了队 帮了牧尘刚 结果那货到现在还没出现 估计是挂了 我恨哪 没想到你 竟然突破 看来这些年 你的委屈没白受 不会吧 琴卡这个死胖子也能突破到鸡丹 什么呀 这到哪说里去呀 这个死胖子真是走了狗屎 干对了大哥 话说 这个大哥 怎么还没突破 我怎么吸收了这么多能量 一点感觉也没有 身体就像是一个不抵动 感觉身子被掏空 这也太丢脸了 等等 我上次突破 也不是依靠修炼 是依靠封兵珠这种法宝 难道说 我每次提升东西都需要特殊的法宝吗 这江鱼儿不会是个废柴吧 吸收了这么多能量还不突破 还不如把能量度给我了 嘘 小声点 林善逸和琴卡 现在可都是金丹镜啊 比尾堪比长老 小心那么收拾你 虽然江鱼儿一直没有突破 但是他却依靠自己的能力 让林善逸和琴卡 没有最好的位置也能突破 相比这下 这个所谓的天才使用这最好的位置 却没有突破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怎么回事 这什么情况啊 不好 有人打通了远处圣地和域外战场的时空通道 什么 这是大师兄安排的吗 多年以来我在域外战场培养的七大金丹高手 终于可以在今天派上用场 只要夺取龙眼珠 我就很有可能突破金丹 打破这片天地的避世故 我们到了 这就是元出圣地吗 下面的 我们是为熔岩珠而来 哼 你们人数好像不太够啊 仅仅七名金丹 就敢闯我元出圣地 简直是不知死活 明明是你们人不够 对吧小师兄 什么 我等这一天 已经上百年 大师兄 你被帮了上帝 竟然是你 大师兄不是说他身边只有我一个女人吗 先是班子 现在又来了一个 不 不 至到如今我就不再隐瞒了 当年三长老颜妃和五长老于晓的背叛 其实都是我家伙的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封兵珠 只可惜啊 我没想到 严妃竟然将封兵珠藏在了他徒弟体里 其 其然全都是你 你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们姐妹最信任的人 别天真了师妹 信任不能当饭吃 我们大家都被这片天地束缚着 所有人的修为都困在了金丹巅峰 想要突破 必须要寻找外力 所以 我必须得到封兵珠或者熔岩珠 哪怕代价是牺牲掉我最亲近的人 我 也是你的牺牲品吗 王六 师兄对你可是一直出于真心 那 你告诉我 他是谁 他 他名霍言 也是 我的女人 你说过 你只有我一个的 别傻了六师妹 师兄是个男人 哪个男人身边只有一个女人 你放心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等拿到了熔岩珠 到时候 我让你做庆 位列霍言之后 也算给你一个名分 你 妖岩 行谢了这个臭女人 放肆 如果你想要进我赵家的门 就要守我赵家的规矩 霍言是大夫人 形容你随意欺辱 你 赵星辰 算我看错你了 要你不得好死 疯婆子 不可理喻 你去教训教训她 明白 尤雅 尤雅 原初圣地的人听着 现在给你们两条路选 要么 臣服我的夫君 要么 死了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 让你们死 对 让你们死 我也加入 还有我们 怎么办 你们几个人加在一起 也不过区区六个金丹 而我们这边 加上我 足足有八个金丹强者 更何况我和霍言 都是金丹巅峰极尽 而你们 只有洛威达到了这个层次 取悦更是一只小萝莉 联合刚刚恢复 周雅 疯子一个 至于那两个新晋的金丹 更是不值一提 我奉劝你们早点投降 看在昔日同门的份上 我可以将你们都收入账下 做我的妾师 许悦师妹 其实你心里清楚 这么多年 我对你的爱 才是最真的 哼 恶心 对于你 我心中是存有怜悯之心的 我希望你能主动放弃抵抗 虽然 你也曾是金丹寂静 但现在 却经不起一场大战 那可不一定 这次给你丢荡了 我看我们那人根本没办法升级 必须要融合封冰珠那样的法宝才行 看封冰珠已经被我用了一次了 现在好像不管用了 现在怎么办 小鱼 师父 我我我我我正在修炼呢 你这是要 亲我 千里 快点 太爽了 结束了 遭到情欲暴击 乾隆体质能量 暴涨一千万 这也太爽了吧 看什么看 都可以去给我修炼 没可能入侵者都来了吗 是 师父觉得 似乎实力不够了 我得想办法 尽快提升实力去帮忙 可是我现在 身上也没什么法宝了呀 来不及了 死马当活马医 不知道老外送了这个如意算盘 能不能帮我升级 系统天赋 复制 消耗一百万点 乾隆能量 我要复制整个算盘呢 为啥耗费了一百万乾隆能量 这出现了一个小珠子 这小珠子是什么玩意儿 这好像是 算盘上的一粒 算珠啊 一百万只能复制 算盘上的一枚小小算珠 这算盘不简单呢 胖子 闪一 大师兄 赶快跑 对方的金丹高手太多了 我们挡不住了 你们帮我护法 我马上突破到金丹 大师兄 即便你突破也没有用啊 是啊 对方有八名金丹高手 而且有两个是急镜 还是趁着现在有时间赶紧逃吧 我去顶一顶 啊 这人谁啊 三 三 三长老 啊 师父 你们两个先保护江鱼而突破 我可以抵挡他们一会儿 快点突破 我倒不了多久了 这女人怎么如此肯定我们突破 难道之前他一直在暗中观察吗 大师兄 赶紧的吧 啊 啊 好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了 不要再挣扎了 谁都救不了你们 师妹 你的对手 是我们 来 该死 死吧 这 结束了吗 该死的人是你 三姐 霍言 三妹竟然回来了 霍言你没事吧 宝贝 那个女人 偷喜了 三妹 这么多年来 我们冤枉你了 没关系 你们把闪意照顾得很好 我不怨你 我隐藏身份这么多年 就是等今天 亲手灭了赵星辰 这一对狗男女 如果不是女人 也用不着隐姓埋名几十年 我的徒儿 也不至于被人一直如此鄙夷嘲笑 你竟敢伤为夫人 今天我必斩你 斩我 那就看看谁斩谁吧 金丹极净 我们现在有两个金丹极净 对方的霍言废了 现在我们占据优势了 那还等什么 被我们做妻 把他们全都灭了 怎么变我是我的众美啊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金丹极净没我们做 你们赶快下去 对付那些普通人 尤其是那个叫江鱼儿的 不要让他突破 好 不好 我去保护小鱼 这金丹极净这么难搞 我的肚子好疼 好像要拉了 大师兄好像正在结单 好像要成功啊 怎么办 不好 快挡住 不好 大师兄想先 大师兄 快躲开 来不及了 休想无头 小鱼 你放心 你失财 谁也伤不了你 连师父都来保护我了 可情不乐观呢 得抓紧 小鱼 你虽然恢复了一些实力 但远未到巅峰 我们三人都不弱于你 你拿什么保护那小子 拿命 我发过誓 不会再让我任何一个 土地死去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命影 还是我的拳头影 一起出手灭了它 杀呀 小鱼儿 我打不过它们 但却能抵挡住它们 师父怎么了 你 我师父好好活下去 他有刺报 快逃 晚了 来不及了 七妹 老七 许悦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放 师父 师父 快停止刺报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别过来 我伤到你 你不肯逆的 我不信 系统天赋 你不信 我 这是死了吗 这样也好 只要 只要 小鱼儿能活下来就行 师父 啊 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小鱼儿 家劳能量飞速消耗中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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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不了那么多了 拼尽全力 要把师父的金丹 给我复制下来 成功了 这啥情况 我去 小鱼 这是宿命吗 谁 什么宿命啊 我感觉到了 自己金丹 和你的联系 也感觉到了 你身体对我的吸引 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 是这样吗 我不想抗拒宿命 所以 不 危险 危险危险 检测到宿主 擎营能量 在瘋狂上涨 以超过身体 承受极限 躲 检 七十妹 这是定数吗 我元出圣地 所有排名单数的师兄妹 都要死 在成为强者的路上 总归有人要牺牲 要么是你们死 要么是我死 是时候了 开启大龟虚千银针法 来了 不好 他们想要利用千银之力 将熔岩珠从炎家中吸出来 我去缩制他们 我们也去 来 没用的 你们金丹精的人已经不够了 没办法突破大龟虚千银之法 完了 容颜珠被吸出来了 我终于得到容颜珠 我终于能够突破金丹镜最后的弊杖 打破这片天地的束缚了 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七妹 道士庄 道士庄 小鱼你好歹 也先给我找件像样的衣服啊 事出紧急 我没带那么多衣服 师傅 你的金丹刚恢复还不稳定 先在这里休息吧 你 还叫我师傅 那以后我就叫你月儿可以吗 好 月儿 在这等我 我先去解决了赵星辰 好 你要小心 小鱼七长老这是 啊 他们俩 老七 都被你们看见了 羞死人了 傻 什么情况 呃 一分钟 两分钟 大师兄玩事的速度有点快啊 不过毕竟第一次嘛 也可以理解 啊 呃 我啥都没说 我 真没想到 许悦最终竟然便宜了你这个小废物 哈哈 你马上就会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废物了 哦 这么年轻就能够突破到金丹镜 你的确算是有两把刷子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你连突破大阵触碰到我的资格都没有 那你就瞪大狗眼看好了吧 哈 我就说你不行 什么 这大阵防护罩连金丹极镜都破不开 你居然一拳就能砸碎 这怎么可能 因为我要打砸碎嘛 所以自然一拳就砸碎咯 哈哈哈哈 我死 不好 他也全能砸开大阵触牵引阵的防护罩 我绝对挡不住 精神 你快去柔和容颜珠 我带人挡住他 好 江鱼儿 就算你再厉害 也不可能片刻间摆脱我等 只要我们坚持到星辰成功如何容颜珠 到时就是你的死 好强 什 什么 只剩一个了 不 星辰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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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不起了 霍炎 我之后一定会杀了江鱼儿 给你报仇的 什么 什么 赵星辰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容颜珠 你是我的了 不好 赵星辰要得到容颜珠了 可恶 我们没有力量去阻止他 现在怎么办 我吸收了容颜珠突破 香鱼儿 你们全都要死 不好意思 容颜珠是我的 你是谁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只是一个不亲眼的无名小狗 我 那女人好快的速度 难道也是金丹极尽 我元出圣地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她使用的是帆子的雷镖 难道她杀死了帆子 她是 丙羽 当初在受小鱼为徒的时候 我遇到过这个女人 只是没想到 她心机竟然如此深沉 隐藏得这么深 走 我们去见见我们的大师兄 洛师妹 我错了 救 救救我 救你 我送你上路还差不多 这一拳 是因为你无耻陷害我 这一脚 是因为你背叛圣帝 这一巴掌 是因为你一直恶心地介意我 赵师兄 周师妹 你来救我了吗 就知道 你是最爱我的 从今以后 你就是 大夫人 不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姐妹了 姐妹 我这就帮你断子绝孙 终于结束了 我不甘心啊 融合吞噬 不好 铃鱼在融合熔岩珠 他想学习赵星辰 依靠熔岩珠突破金丹极净 打破这片天地的稚骨 小鱼 快打断铃鱼 不能让它融合熔岩珠 好 你们帮我拦住江鱼儿片刻 待我突破金丹极净之后 让你们飞升上剑 什么 江鱼儿很厉害呀 我不想永远亏在这片世界 屁吧 赵星辰和霍炎已经死了 我们只能追随这个女人了 小鱼儿 给我站住 敢拦我 找死 小鱼儿 给我滚 她太强了 凌鱼儿 今天我们就算算总账吧 来不及了 如眼珠马上融合完成了 天赋神通 复制 给我复制一百枚 哈哈哈 我成功了 此间再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她 竟然真的突破了 四周的空间竟然都能被她惊一打碎 完了 这下事情不好办了 江鱼儿 要多谢你 没有你的刺激与欺辱 我还走不到今天 从此以后 我将天高认鸟飞 而你们 将会如顺口一样 永远被困在这个世界 哈哈哈 不就是突破金丹镜吗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可以 江鱼儿 你这又是在哪里学的障眼法 竟然能让我觉得 这些如眼珠都是真的 倒是有点意思 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熔岩珠 给我融合 哼 装神弄鬼 我将境界稳定好 你取而性命 那 那是 原因 原因 原因是什么 你们有所不知 清丹是我们体内所有力量的圆圈 想要突破清丹境界的质量 就需要不停的向金丹内灌输魂 这一方天地 不知什么原因 所有人的魂力都被压制在头部的泥丸弓中 无法感知 无法调用 所以我们永远也没办法突破金丹 而一旦谁能够将魂力灌输到金丹内 金丹便会拥有灵气和意识 这个时候便会化成婴孩的形状 所以这个境界便叫做原因 我在圣地的古籍中也看到过 据说当霓丸弓中的所有魂力 全部融入金丹之后便可以做到原因不灭 人可不死的程度 据说那个境界叫做化神 真是羡慕他们了 不好 现在那灵狱正在努力熔炼魂力到金丹 他的速度似乎比小鱼快 一旦他率先突破 很可能会打断小鱼的突破过程啊 我们去阻止他 你们连赵星辰那个破阵都没办法破开 如今还想破开我超越金丹的方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该死 破不开 现在怎么办 没有办法 金丹与原鹰之间存在着质的差距 看似只有一个级别 但我们却因此 永远无法突破这片天地 你看 凌羽现在的防御 就像是这片禁锢我们的天地 我们根本没办法打破 原鹰已成 接下来 先解决掉江鱼儿这个危险 江鱼儿 我怪你这些熔岩珠是真是假 我要先让你死 不好 拦住他 我也去 仅仅依靠常规手段 怕是拦不住他 金丹与原 给我死 给我死 躺着他 曾经的你们高高在上 但现在却都不是我的隐和之将 不如把你的原鹰吞了 不知道实力会达到什么层次 完了 江鱼儿 江鱼儿一死 整个原初圣地 都要落入淋雨之手了 看来 分子应该是被淋雨吸干了能量 他们几个联手 都阻挡不了淋雨 再这样下去 江鱼儿会没命的 虽然之前和江鱼儿有过节 但是江鱼儿帮我包了仇 杀了赵星辰 我 要不要帮他一次 老外 我们几个阻挡不了淋雨 带你出手了 好 看我的吧 本身 怎么会 怎么突然从这里走龙啊 傻玩意 这龙怎么还穿着裤衩 太搞笑了 大家都在努力就将你愿 你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我 我 我就是好奇 我知道了 我闭嘴 江鱼儿 别怕 我来救你了 想去江鱼儿的行为 就先过了我老歪却瓜 怎么会有龙 不死 雪月居然还留了这一手 难道 我的大忌就要这么失败了吗 不对 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人 也不可能超过金登记 就算你是龙 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去死吧 如意算盘 出来吧 如意算盘 也就算是金丹锦 有数不合 什么 年算生死 金丹锦 什么情况 如意算盘 怎么少了一颗算竹子 算盘既能没法用了 这下完蛋了 手中生死 怎么死 搞出这么大动静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原来是个废物 浪费我时间 时间马上来不及了 先废了你 断了他们的希望 我 灵女 你给我住手 不许你伤害江鱼儿 这不是我的好师父吗 周雅 你想必很惊讶吧 你本来想利用我 最后 你们却全都成了我的棋子 祝我突破原因 以前是我不对 过去的我 对赵星辰执念太深 为了他 我放弃了一切 现在看来 所有的一切 都毫无价值 我劝你 也放下自己的执念吧 不要做出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放弃 你们高高在上 自然可以释怀 我不行 我从一个实力低下的外门弟子 到如今成为金丹锦强者 这个过程中 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又受到了多大的委屈 你们这种人 根本不懂 现在的我 是不可能放弃的 谁说笨话 你给我去死 虽然无法彻底阻止你 但我却可以为江鱼儿 拦住你片刻 以我的实力 阻挡不了连你太阵 希望江鱼儿 能够尽快突破吧 这就是你能够堆势 给人力量的金丹锦弯 你就是靠这段行 给人发出了分修之法 你心里肥养我 也是想要有朝一日 把我吸根 换为你的养分 对吧 没错 你说的都对 我承认我以前 确实这么想过 不过 不管你曾经有何种打算 我现在已经今分歇别了 我的能量不但会撑爆你的金丹 最后 我会能用你教我的办法 将你金丹的力量 拨抖到自己手里 你说的都对 来吧 灵雨贪图我的金丹 一定不会先取杀金丹 而拨夺我的金丹 还需要消耗你的身体 江鱼儿 我也只能给你 争取这几秒的时间 算是还命人期 我成功了 恭喜宿主 突破智元英期 乾隆体制升级为建隆体制 获得一千万点建隆能量值